其實2018年開始有一個主要的改變 就是說在過去可能是樓道的判分有一勝、半勝、有效跟效果 那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有一個改變 那變成說主要就變成說一勝跟半勝 然後在過去是說半勝它不會合為一勝 那在2018年的改變的時候就是說半勝它會兩個半勝等於一個一勝 那這也改變了樓道的整個在得分跟攻擊上的一個節奏 是一個主要的改變 這邊看到場上裁判的手舉起來了 所以這裡是一個一勝 對 那2018也有一個改變說 在過去副審它有一些權力可以去影響主審的 比如說可能兩個大於一個主審的時候它有一個影響分數的改判 但是在2018他們現在開始覺得尊重說主審裁判它的決定 如果沒有太特別的影響或太特別的一些失誤的話 副審不會給予太直接的一個分數的改變 對 好這邊第一場比賽我們要恭喜韓國的選手拿下來 第二場比賽為您轉播的是這個我們中華小江的比賽喔 林真豪要來出戰韓國選手 好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樓道算是一個非常重禮儀的一個運動 你看他們其實在比賽開場或是結束的時候 主審跟我們畫面右下角兩位副審他們會做一個敬禮 甚至連教練都會做一個敬禮的尊重彼此的一個動作 對他們後面連雙方教練都會先一個互相敬禮示意 那選手也包括包括進場之後的對場地的敬禮 連進場之後對對手的敬禮 對這樣比賽開賽前林真豪他的這個世界排名是來到97名 而他的對手韓國的選手是122名 所以在世界排名上面如果說看數據的表現是林真豪會比較優秀一點 名稱豪 我們可以看到白色選手他的左手 你看他是控制住藍方的一個頸部 那裁判喊了暫停 我們再順便提一下 因為性別的關係在女性選手在比賽的時候 裡面一定要穿一件白色一定限定是白色的一件衣服 這顏色也有做限制嗎 對對對就是一定要白色的 韓國選手其實在足跡也是一個蠻積極的去做一個影響 那因為可能在進入寢禮之後沒有有效的一個攻擊 所以才不能暫停 不斷的在做一個抓位的嘗試 我們中華台北選手其實搶佔了一個還不錯的一個位置 嘗試做一個動作 但是可惜沒有帶動 也沒有有力的位置 那裁判喊暫停 那我們一般來講其實在柔道的攻擊 如果你沒有移動沒有帶動的時候呢 站著的攻擊其實是比較不太妥當的 因為畢竟人家站好好的其實是蠻危險的 所以在攻擊上我們會建議選手們都是帶動 在移動中去尋找一些空間去做一些動作 正規賽的時間剩下最後兩分鐘喔 這裡一個蛇身的技法 但是沒有成功 對 我們一般其實可以了解到輕量級的選手 還蠻多都會使用一些蛇身級的拋摔 去做一些輔助的動作 這個動作好像在我們這個重量級的選手上面比較少看到 對 因為可能也許在一些動作連貫上 比較無法去做一個有效的一個搭配 所以重量級的比較少會去做一些這樣的 因為一般來講可能也許是體重的關係 所以也很難去做到太有效的一個連貫的一個東西 好 嘗試做了一個鴿腿 嘗試做了一個鴿腿 但是其實動作沒有很完整 準備 怎麼還能暫停 重新開始 第一時間 哇 這裡裁判沒有 哇 結果是一個半勝 可惜 其實第一時間是一個很好搶攻 攻擊的一個timing 對 因為對手還 因為一般來講 柔道可能會習慣去抓好才做攻擊 那 某種程度來講也是比較難去攻擊 因為你抓好的時候對方也是防守好 嗯 剛剛這一摔 我們漢國選手是有一直半勝的領先 最後的23秒 那牌方選手也是 試圖再用壓制請計的動作去消耗時間 那因為沒有有效的 侵略性的攻擊 所以才怕能暫停 可惜啊 你看藍幫選手 對手 一秒鐘 動作沒有進去 嗯 中華隊選手必須搶攻啊 剩下五秒鐘 好 最終這樣比賽的時間終了 那這樣比賽 林川豪非常的可惜啊 敗給了韓國選手 第一場地獲勝的是 白幫韓國選手 白幫韓國選手 第2場地獲勝的是 南方五秒鐘 銀子 一場地獲勝的是 南方五秒鐘 白幫韓國選手 出戰藍方洞湖選手 Math 2 男生的116kg Y.J.K. 名牌 J.J.K. 名牌 第一場第一季行使女子 48公斤以下兩集 由白方日本選手 出戰藍方越南選手 Math 1 女生的148kg Y.J.K. 名牌 J.J.K. 名牌 進行到第三場次的比賽 在A場地為您轉播的 依舊是女子組48公斤量級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日本選手對上越南選手 來 過肩摔 拋摔 兩位選手在開賽 做出非常多積極性的動作 但是沒有達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白方選手還嘗試做了一個拋摔 雙方都在測試 蠻謹慎 小方控制好 白方選手也在移動中找尋一些機會 先以足跡掃腳去探視一下對方的一些重心的改變 大內哥 這裡有了 裁判舉出了半身手勢 因為是從場內連續動作進入請計 所以這樣是一個 但是因為裁判認定覺得說 可能攻擊比較沒有一些效果 所以在地板動作的時候裁判可能暫停 在整個樓道店的外圍 這個紅色邊界地區是界外 所以如果只要選手出場的話 是比分是不算的 但是剛剛這個動作是一個連貫動作 再摔下去之後要進入請計 所以這個動作裁判沒有喊出暫停 是讓選手繼續來進行 對的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規則來講 如果在場地場內 黃色這個地方 如果你施技 是在場內施技的話 那就是算陰賽 那而且包括連續動作 包括你立即做之後到場邊的時候 繼續接請計 像剛剛這個狀況的話 那裁判會允許繼續攻擊 那如果你是在場外施技 那就無法去認定為這個是一個有效的攻擊 我們可以看到白方選手 剛剛試了一個大內哥 得到一個有效的半勝 白方選手 日本選手也積極的攻擊 也使用了不少次的一個大內哥的一個嘗試 那因為藍方選手 可能在攻擊上積極性不夠 所以裁判給藍方越南選手一個指導 在指導這項規則也是為了要讓整個比賽的進行 不要有消極的狀態出現 那在之前 根據這個規則上面 2016到現在2018 在指導的規則有沒有做出一些更動 有 現在來講的話 指導的話是三次就是給予犯規輸 那在過去的話 如果你身上有指導 它很會影響你的成績判決 但是我們2018開始之後 你指導 但是它其實在 不管在正規戰 還是在所謂延長賽 黃金得分賽 你的指導它不會給予一個 你的直接影響的輸贏 那它除非你三隻指導之後 它會直接給你犯規輸 那因為現在我們樓道會講 所謂講究一些是有效的積極攻擊 所以他們會比較強調在技術得分的部分 那技術得分就是所謂的你是施技 所謂的你做動作 那歐後有得到的分數這樣子 最後的20秒 目前日本的選手還有一隻半勝的領先 才會喊了暫停喔 那因為他們在攻擊上到邊線 而且進入地板 也沒有有效的做一個嘗試 所以才會喊了暫停 最後這場比賽喔 就以日本選手在稍早的一個動作 拿下半勝 也擊敗了對手越南 第一場地由白方日本選手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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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北江家青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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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中國的旁邊 緊接著這場比賽為您轉播是男子組的比賽 男子組60公斤亮機 第四場次的比賽由中華隊江嘉琴 要來祝戰韓國的選手 這剛開賽,有一個蠻有機會的得分動作 但是裁判沒有給判決 韓國選手整個進攻的慾望 以及他的積極度非常的高 Math 2 Math under 16kg category Wild Jorugi from Indonesia Blue Jorugi from Korea 隨便喊了暫停 那我們這邊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樓道友 如果你要取得一勝 直接獲得勝利的話 有四個要點 第一個 力量 第二個 速度 然後再來還有著地面積 第三個是 摔下去的時候有效的控制 那這四個就是 要決定一勝的四個要素 那如果缺少任何一項 那只能給予半勝 也就是你摔下去要快很準 對啊 快很準 所以剛才韓國選手在一開始嘗試的時候 飛高高 但是他在著地的時候是趴著 所以不予就是說給予一個有效的一個摔法 啊 這邊 裁判裁定是半勝 韓國選手其實也是非常積極的 你看在立即做完之後 緊接著請濟的聯絡動作非常的順暢 江家慶 現在一直半勝落後的情況 面對韓國選手的請濟這邊還是有一些危機 對對對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韓國選手試圖去控制他做壓制動作 那還要我們中華台北選手逃脫掉 那裁判做出一個請整理道服的一個動作 那2008年也是有提到說 在道服的整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可能在過去 也許可能道服比較亂的時候 裁判會比較慢的這樣請你整理 那如果現在道服道袋鬆掉了 裁判會立即喊暫停 那請你馬上把道袋做一個整理 那也是希望可以尊重一些柔道精神 那這是2018國際柔道總會的會長 也提到的一個問題 像這個整個道服的 像我們看到現在場上選手 兩位選手這個道服都是鬆脫的 跑出來的 那這樣子的話是沒有關係的嗎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柔道選手是 要施技一定是要抓對方的這個道服去施技 那如果說以現在這個狀況 會不會在施技上會有一些干擾 原則上你看我們可以看到場上裁判 也是肆意請把道服去弄好 那原則上是會先看道袋 如果道袋完全鬆脫的時候 主審裁判會請選手把道袋去弄好 那當然來講 如果你道服如果把它是 完整的穿好或跟現在有點狀況鬆脫的話 想當然了一定會有一點差別 但是因為柔道是一個抓道服去做摔技為多的一個運動 那一定會有一點把道服拉扯 韓國選手做一個過肩摔 對所以其實在某種程度來講 道袋完全鬆脫的狀況下 哇半勝 哇這裡第二支半勝了 那也就是剛剛我們藝人所講的兩支半勝 和為一勝 所以這場比賽韓國選手拿下來 對那來柔道是一個非常尊重禮貌或是一個規則的一個運動 在比賽開賽前跟結束之後 我們勢必要先把柔道服整理好 對那在比賽結束向對手向道場敬禮這樣 是白方韓國選手 我們恭喜韓國選手 這場比賽拿下的勝利 第一場比進行的是女子五十二公斤一下彈擊 由白方日本選手去戰南方韓國選手 緊接進行的是男子六十公斤量級的比賽 越南選手要來出戰香港選手 白方選手氏族做一個小監測去探測 第二場地獲勝的是南方韓國選手 南方韓國選手 雙方都以足跡去探測對方 藍方做一個過肩摔 可惜沒有一個有效的攻擊 雙方在進入請計之後也是無法有一個有效有侵略性的攻擊 那裁判還能暫停 這邊一個過肩摔 沒有效果 進入請計 這摔好像是我們越南選手的身體還不夠靠近 還沒有成功的完全鎖定到香港選手的上半身 對 沒錯 那我們其實在做一些摔倒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身體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在對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空間角度沒有對到對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有效的做出一個 有效的侵略性的一個摔倒的動作 那白方選手因為攻擊不夠積極 被主人裁判判了一個執導 搶手非常計較 感覺這個白方越南選手 他的得意技好像就是類似這樣子過肩摔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輕量級可能有不少選手的動作 會是使用過肩摔這個動作的樣子 再來一次喔 但是同樣的動作 如果說在場上重複的去使用 會不會對對手來講 就比較好去做防守 你看藍方選手在這個時候就被犯了一個指導 對 那至少是某種程度有效性的去攻擊 對 哇 但是這一隻 看起來可能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某種程度如果也是要小心 如果你做動作 沒有進去或是無效的話 有可能會被 甚至是說在做動作的時候 可能手鬆掉了 那主子裁判會給予一個 假意的 假意攻擊的一個指導的一個 犯規給你 所以你在做動作其實非常謹慎 哇 內腿 非常可惜啦 做到一半 那藍方選手就 拍下去了 其實剛剛這個動作 越南選手蠻聰明的 他其實知道對方要做一個內腿的動作 他馬上把自己的腳給往後退 然後把整個重心往前壓 導致香港選手是比較難時機的 對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去切腰或是去阻擋 就是盡量再讓對方很難 條件的底下 運作攻擊 對 那我們時間也剩下30秒之後 其實現在是 這個預賽的部分 那 其實對選手來講 每一場比賽就是 能夠用最短的時間拿下來是最好的 畢竟後面還有比賽要比 那如果說 在前面的比賽就花掉太多的體力的話 真的會比較辛苦 對的 這一帥也沒有過去 在這個時候給白方 第二個知道 對 那我們在正規戰的時候 其實知道不會影響勝負的判決 但是白方熊也兩隻的知道 那如果我們第三隻的話 會給予犯規輸 那其實也是有影響 所以白方他勢必會因為知道有兩隻 所以去影響他自己的策略改變 那目前看起來 副審有一些意見 不過 現在也要進入到 黃金延長加賽 可以的 那我們黃金得分 GOLDEN SCORE 其實是說 時間是無限延長 那 誰先有技術得分 誰就獲勝 對 或者是說誰的這個 這個指導次數 像現在越南選手他已經有兩隻指導了 如果說他再被判一隻指導 就會直接犯規輸 對 沒錯 那 2018其實有個改變說 其實指導他不會影響勝負 主要是以技術得分 如果我們假如來說 目前 指導都沒有 那在黃金得分的時候 即使被判一個指導 那不會影響勝負結果 除非他得到三隻就指導給予犯規輸 所以才有影響結果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2018 我們國際投票總會 其實對於規則來講 他是強調在於技術得分 這個部分 那可能是增加 比賽的一個觀賞性和可看性 對 那我們現在 雙方都來到兩隻指導 那非常的 必須要非常謹慎 如果任何一方 得到第三隻的指導 那就會得到犯規數 反則負責 對 但是在 站在這個裁判的角度 還是 當然會希望這個選手 是以個人技術得分的方式 來拿下這項比賽 這時候裁判 示意選手 整理道服 其實我們在看之前比賽 通常這個裁判 叫選手整理道服 有很大的一個比例 是已經準備要有判決出來了 不過這時候是繼續讓比賽來進行 對的 可惜 在司機的時候 沒有控制好 移動 嘗試 找尋空間 主機先來 來 來 那會看到 白方圓其實 剛剛這一個過尖帥也是做原地的 那其實在原地做動作的時候 站穩穩其實蠻難的 做到有效的一個攻擊 來 做一個小監測 但是我們有時候要注意啊 就是有時候雖然說在搶攻的部分 積極攻擊是沒錯 但是你在積極攻擊的時候 你做動作是一個有一點 拖時間或是無法有效的話 其實裁判也是會給你一個指導的 假意的攻擊 對 沒錯 但這個部分就是要看這個裁判的專業度 對 其實通常裁判 之前都是選手出身 對 自己有摔過樓道 當然就會清楚 選手現在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沒錯 哇 這裡 有了 非常漂亮啊 這個動作 奮戰到最後 香港選手 是拿到半勝 對 非常考驗體力啊 4分鐘加黃金這分2分鐘 那這邊順帶一提啊 過去 在女性的比賽 她的時間是少於男性1分鐘 那因為現在搶求 男女性別的一體的平等 所以男女 都是在比賽 正規戰鬥是4分鐘的 對 所以4加2 6分鐘 你可以在後面其實就是拚戰意志力啊 對 香港選手得一個非常漂亮的內腿動作 其實要講到這個 這個 黃金延長加賽 我記得我們國內的選手 蔡明妍以及這個 楊詠偉兩位選手啊 在台灣地區的這個男子組 60公斤量計算是頂尖的兩名選手 他們兩位啊 每次 比賽啊 都會摔到黃金延長加賽 而且都是這個5-6分鐘以上起跳 對的 因為某種程度 雙方選手如果實力 技術 戰術 想法 狀態 體能等等 如果在差不多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某種程度有時候就是 比你當下的一個狀況 或是說你的策略有沒有有效的 做出來啊 所以這個時候齁 尤其是在高強度的比賽 這個時候就是考驗選手們的 當下的一個狀況跟你的技戰術啊 對 好 緊接著這場比賽 52公斤量級 是日本選手對上韓國選手的比賽 哇 這個日本選手在 抓上 控制上非常好 非常積極的去測試啊 哇 內推 可 韓國選手釋出 想要 抓他的關節技啊 日本以及韓國 這兩個國家的柔道選手 在我們 國際賽場上 尤其是在 這個東亞的 地區的一個表現 都是相當的出色 沒錯 尤其是日本 日本在倫敦奧運的時候 比較可惜 在多拍數 其實有點失利 但是 在16年的時候 他們四年重新檢討之後 其實在16年 他們又重戰雄風一樣的 拿了不少的牌子啊 當然日本 不用多說 因為柔道是他們的國際啊 沒錯 但在近幾年其實在歐洲或是 中亞國家其實某種程度 柔道也是一個非常熱門的運動 尤其是歐洲啊 歐洲尤其是法國 那個俱樂部 的參與的全面運動 在於柔道的人數 其實非常可憐的 白方選手試圖做一個 壓制的一個調配 但很幫選手知道他想做什麼 其實就是 躺在那邊啊 我在將於英國出國中 飛 兩位選手其實進攻都是蠻積極的 但是還沒有出現任何得分以及指導 雙方其實非常謹慎 試圖做一個足跡的攻擊 這個腳掃得好 有效的讓藍方有侵略性的一個威脅 好 裁判示意彈的暫停 這樣子的技法就是所謂的觸刀場外 對的 而且剛剛藍方他其實有進入地板的感覺 所以白方他才可以使用手去碰腳步的動作 因為在 那可能足層裁判他認為是 藍方還沒進入地板 所以不能使用手去碰腰部以下的動作 喔 對的 在過去如果你手去碰觸到對方的腰部以下 逐步是會給予犯規輸 但是在現在2018年改革之後 是給予犯規的一個指導的一個動作 不會直接給你一個犯規輸 因為畢竟有時候也不是這麼的明確喔 對的 那選手也不會說是故意去 去針對你的腳步做一個拉扯 沒錯 當然像剛剛這個藝人有講到 這是在立即的部分 對 所以說在傾氣就不在規範的範圍內 沒有錯 那規範的話 傾氣就是所謂的 雙方或是單方有雙腳雙膝落地 跪著這個狀況下 雙方喔不是單方 如果單方這樣子 另一方站著的話 除非站著的快速的給予攻擊 如果沒有的話才可以喊暫停 因為如果一個站著 一方是跪著 這個算是立即喔 這也算是立即 對沒錯 所以這其實對於跪著的那一方 是非常弱勢的 而且如果你防守的時候 你的手去碰不到對方的腳 這樣還是會給予犯規 給予犯規輸 對 對 日本選手 目前是獲得一個半勝 國間摔 白方選手也試圖的 上去做一些請記 但是沒有有效 也沒有威脅性 所以主城裁判給予了 暫停 比賽重新再來 比賽也來到最後30秒 韓國必須要搶攻啊 但是在搶手上面 白方 日本選手還是佔有比較好的優勢 內腿 藍方選手 試圖在進入行業的時候接關節 但是其實白方選手也知道藍方選手要做什麼 防守得非常完善 那也沒有一個侵略性的一個動作 所以主城裁判也是給予 暫停 那比賽剩下9秒鐘 韓國選手必須要搶攻啊 落後一個半勝 非常可惜 最後比賽的時間終了 這樣比賽就由日本選手 一直半勝的領先拿下來 恭喜日本選手 第一場地進行的是女子52公斤俠量級 由白方日本選手出戰藍方澳洲選手 沒有 緊接這場比賽19141 52公斤浪級的比賽 第二場地獲勝是百封 然後比賽日本選手推荐 澳洲選手 而且這裡是成功的壓制 我們看到在整個世界排名上面 澳洲選手是擠不進全世界前400 那日本選手是目前排名在58名 哇 兩個半勝 何為一勝 非常漂亮 在壓制的部分過10秒就是一個半勝 沒錯 那到20秒就是一個壓制勝 對 那因為白方選手在開賽的時候 立即一個雕秀半勝 連絡壓制10秒鐘 就兩門半勝何為一勝 非常漂亮 才剛開賽 馬上這個牆位一抓到 就直接失蹟了 手也沒放掉 接著 控制速 壓制 非常的精彩 這也是我們選手非常想要有的結果 數戰數決 沒錯 馬上上場 馬上就把比賽給摔回來 就擔心選手沒有熱身熱開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這樣子的比賽 樓道剛上場 其實雙方選手感覺好像還在適應 還沒有進入比賽狀況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沒錯 往往在開賽的前10秒就會直接讓比賽結束 有時候會有出現那種秒殺的狀況 但是也許這次出現在實力有點懸殊或是狀況外的一個狀況下 對 其實你一上場馬上就是一個正式比賽 沒錯 你必須要在上場之前就把自己不管是生理狀態還是心理狀態都給調整好 沒錯沒錯 那這就是選手的一個素質啊 對我們在開賽前一般我們在當選手的時候 其實會熱身或是稍微印象訓練或是 思考一下冥想一下說我們下場之後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你選手的心理素質 level不到一個某種程度的話 可能會到上場才開始抓感覺 那其實有點太遲了 男方選手 一個小妹哥 女一支持52公斤量級喔 依舊是52公斤量級的比賽 印度選手對上美國的選手 八點勝給予 排方 應該是錯邊囉 沒關係 沒錯沒錯現在改回 八點勝是藍方的 美國選手 那我們在這邊題外話 其實美國選手 美國隊啊他們在 參與這個比賽之前 其實早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昨天就來到台灣了 那他也 到台灣的師範大學 跟其他的體育相關的學校 道館去做一個交流 去調時差調整狀況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棒的一個方式 提早來到這個要比賽的國家 那去做一個練習 對 去做一個適應 第二場地 由白方蒙古選手 活勝 白方試圖做一個照著講的 做個勒井 那裁判是以做一個暫停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怎麼在做勒井 除非你非常乾淨的做到勒井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在做勒井的時候 裁判還暫停很多原因 是因為撤到對手的下巴 那裁判就會施以暫停 從今開始 由南方中華台北 陳威傑 出戰藍方韓國選手 再放 蜘蛛 騷腳 這場比賽美國選手的世界排名是169名 而在印度選手的部分呢 則是排名世界第71 其實近幾年啦 我們看到冠軍女兒也是啦 其實近幾年 印度的一個排名 其實也不容小視 印度在亞洲的一個 柔道的一個發展 近幾年也是 慢慢的開始串起 沒錯 這裡從事做一個 掃腰動作 但是沒有得到 諸神的青睞 對 白方蒙古也非常俐落的 然後馬上接一個請記的一個聯絡 但因為沒有有效 也沒有一個侵略性的效果 所以裁判也施以了一個暫停 做一個 稍微騙一下的一個 小內哥的一個掃腳 我們看到美國選手他在瞬間 身體要 往下掉的這個瞬間 他瞬間 運用這個核心的力量 把身體轉正 那這樣子其實 蠻吃核心的 沒錯 柔道其實是一個吃 不管是速度 爆發力 或是你的舒耐力 肌耐力等等 其實是一個 蠻綜合性的一個運動 對啊 那柔道巧面的是說 你不是說你力量大 體能好 你就有絕對優勢 對 那柔道常常說 以柔克剛嘛 有時候 像剛剛那個白方選手 他其實是做一個 稍微騙一下的 好像拉前面 其實往後面 哇 這有時候就是會可以 借力使力 做出一個很好的 效果的一個攻擊 這也是我們 柔道的精神 精力善用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 白方在贏了半勝之後 藍方贏了半勝之後 白方積極搶攻 他做一個 勒緊動作 那因為角度的關係 裁判也是一個暫停 最後的30秒 現在 印度的選手 可能要更積極了 對 裁判施力說 你靠太近了 哇 喔 這是一個 指導 應該是在抓握上 的一個犯規 有點消極 有點消極這樣子 哇 現在 藍方選手有兩隻 的指導了 如果再被判一隻的話 會直接犯規輸 那我們時間也來到18秒 非常關鍵 藍方積極搶攻 哈哈 他不想要浪費任何一秒鐘 沒錯 對 求勝心非常強 那藍方也 勢必 要調整一下攻擊節奏 非常危險 這個動作 那其實 其實像這樣子喔 在比分落的情況下 非常的 想要趕快要去得分 那這樣 這樣子的心態其實 在賽場上 是 滿容易出現破綻 沒錯 有時候你敢 你非常的著急 反而會給對手 滿多的一個機會 沒錯 急了 有時候你就忽略到一些細節 那魔鬼藏在細節裡 喔 裁判示意 雙方整理倒服 那麼 比賽剩下四秒鐘 知道會不會有什麼 突破性 或是改變性的一個判決 這邊感覺是要 哇 第三隻犯規指導 這裡是給 藍方 美國選手 美國選手的 三隻指導 犯規指導 犯規指導 韓蘇可負 藍方選手 自己也知道啊 可能在 公式上 教練也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 兩隻 兩隻指導之後 這邊應該是 消極進攻 沒錯 第三隻 因為 藍方美國選手 他可能認為自己 領先了 可以拖到時間到 但是 在樓道 先進的潮流上 是強調說 積極搶攻的 所以 在第三隻 指導 就來了 這場比賽呢 66公斤量級 中華隊的 連俊德 要出戰 新加坡選手 這邊 題外畫一下 連俊德也是 我們台灣之光 連真靈 的 弟弟啊 那也是樓道士 加 整個家族的 姐弟們 成績都是 非常的優異 白方試圖做一個 三角 故 也是連真靈的 得意技啊 那個 姐姐有在 連交弟弟啊 連家爭船 沒錯沒錯 控制的 非常 牢啊 有有有 當你身體被 攤平的時候 你其實很難做一個轉身 白方選手也試圖 你可以看到 白方選手在 請記的部分 非常的黏啊 所以 茶飯給予非常多的空間 去施餘 他的 請記的一個攻勢 連真靈 在今年的這場 台北公開賽啊 是沒有 到場比賽的 沒錯 那 就這個 報導指說 他是為了要 備戰亞運 沒錯沒錯 但我們也不希望 這個選手 因為這一次的公開賽 就 導致受傷 沒錯 而影響到之後的表現 沒錯 因為畢竟 亞運還是中頭戲啊 對 那如果說各位觀眾朋友 非常可惜喔 沒有辦法看到 連真靈出賽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來關注今天的 亞加達亞運 沒錯 白方選手已經壓制了 非常的 勞固啊 連俊德 現在 很四方 對 進入壓制囉 四足 這裡 多秒 二十秒 直接壓制 那白方 連俊德選手 其實摔得非常漂亮 不管在立計 請計 都非常有侵略性 我們恭喜連俊德 即將進行男子六十六公斤以下量級 由白方菲律賓選手 出戰 南方越南選手 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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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 接著也是進入寢季 剛剛藝人講到白方的摔法有點偏向日式 那我們觀眾朋友蠻好奇的 這個日本的摔法是跟現在大家所謂的世界潮流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全世界都有一些摔技的運動 那樓道算是主流的 所以其實每個地區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文化 那其實日本是一個非常謹慎 而且非常講求細膩度的國家 所以他們在摔法上 某種程度他們是抓在領執這邊比較少 也不一定啊 也是也有抓到緊後 那這是他們變化性比較多 防守性也可以多一點 那東亞國家 另一個國家韓國來講話 他們常常蠻大部分的時間 就我當選手的時候 他們常常會直接扣住緊後 比較強勢的攻擊 那這是可能東亞人 那另外可能在中亞部分 中亞部分他們一些很草原民族 他們蠻多可能比較做一些摔技 比如說捨身技或是一些熊爆啊 或是一些那些比較爆摔的動作 大開大河 對對對 比較阿薩利 那可能歐洲啊或是美洲 都可能某種程度比較不一樣 有別於我們東亞這邊的一些摔法 那我們其實看到日本選手在場上的表現 通常這個摔完啊 這個衣服都還是完整無缺的 衣服都沒有掉出來 現在看到場上的菲律賓選手也是如此 非常漂亮 手部的一個帶動 直接接一個雙臂過肩摔 這裡由於是在場內施技 所以裁判第一時間沒有去喊暫停 對因為藍方選手也知道 對方想幹嘛 所以也放手 那但是因為攻勢上 比較落後 所以被判了一個知道 哇 這裡有了 裁判直接舉手 哇 這個內腿非常的漂亮 直接接腳接進去啊 藍方來不及反應 對 哇 歹勢兇兇啊 再看一次 接腳繼續 哎呀 掃腰掃下去 手部控制非常的漂亮 這裡完全是沒有反抗的機會 而且重心又低 但是可能在落地的面積 我們剛才提到四個要素 在落地的面積可能 不是那麼完整 所以裁判把一勝改為半勝 這也是經過跟場下的副審 討論的結果 沒錯 剛剛透過這個慢動作重播的畫面 也是可以看到 其實 藍方選手剛剛在背部的著地面積 是沒有到全面的著地 沒錯 大概只有一間 對 一半 沒錯 有四個要素嘛 白方選手在速度 力量 控制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 剛才提到第三點 著地面積 沒有錯 哇 主審裁判又改判回來 一勝啊 所以他覺得剛剛那個應該是一勝 對 這個就跟現在四足賽一樣 EAR 他們會去調一下紀錄 看看他們當下那個畫面 落地 其實非常非常 控制速度力量都有 第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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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是 有的 但是因為藍方選手 瞬間可能他想要轉動 有時候那個背部面積 在我們 主觀眼睛看下來的時候 但是他們 調完那個畫面之後 發現 落地面積其實也是有的 所以 但是 但是在這個判決已經出來之後 又過了幾秒鐘 再做出改判 這是在樓道正式比賽場合當中 是允許的嗎 對 沒錯 允許的 因為樓道 非常的快 有時候你下去 第一剎那 主審也不是說 任何角度可以看到 那我們會介於畫面的輔助 那我們場下有兩位副審 那可以把一些意見 提供給主審 甚至說 可能認為改判的一個想法 都會提供給主審 現在這一場韓國白方選手對上澳洲藍方選手 那這藍方選手其實澳洲的也是日益的 韓式過箭摔 這裡感覺有囉 對 裁判是舉起了半勝 非常的漂亮 韓式過箭摔有時候那個角度不太一樣 我們通常在一看這個正規的過箭摔 它的角度是屬於比較中庸的 但是在韓國選手施展出來的這邊 可能最近幾年大家可以去看這個韓國選手的比賽 他們的過箭摔感覺是會偏向側面 對 沒錯 他就是另一個方向 改判一勝 這邊看下去 因為看畫面 藍方選手其實有做出一個拱橋的動作 有 有 嘗試 那2018也是提到說 如果動作有一個Bridge 拱橋的動作 是直接一勝的 那除了Bridge 拱橋之外 如果選手有做一個 Head Defense 所謂的頭部防禦 這樣也是會直接一勝 也是直接犯規書 不是犯規書 就是一勝 直接給予刺激者一勝 因為這樣的動作其實是選手在用自己的身體 沒錯 這個其實是蠻危險的動作 沒錯 在摔下去的瞬間 選擇用頭部著地 然後不要去死分 那這部分也是非常考驗裁判的眼睛 對 其實也是站在保護選手的立場 因為如果Head Defense 頭頂下去 摟到這個速度跟力量這樣下去 其實對於身體的 一個傷害 其實 一個力量還是蠻大的 那如果你Head Defense 你的頸椎 你的身體脊椎 其實會遭受到蠻強的一個 一個壓 一個 一個衝擊 沒錯 沒錯 所以 有制定出這項規則 對 是為了保護選手 這樣比賽 韓國選手拿下之後 下一場 一樣是66公斤量級的比賽 由白方美國選手出戰 藍方越南選手 Math 2 Lowest Under 57kg Category White Judok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lue Judok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lue Judok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現在目前也可以看出來 選手也是 積極去搶手啊 去抓到一個四二位 白方嘗試了一個第一時間 抓單邊就開始攻擊 哇 藍方想要做一個捨身技 但是其實是沒有 做得太完整啦 直接躺下去 現在要試圖做一個關節技 那白方選手也是非常聰明俐落 就直接站起來 變成一個利技 所以才不然就會隨即喊一個暫停 讓比賽重新開始 喔 其實這個蠻危險的 那個白方選手 抓個單邊的攻擊 藍方選手抓得也非常深 有 兩邊做出來的動作都是蠻類似的 對 因為雙方都還沒有到 非常 固定住的時候就 就記憶搶攻啊 不過兩邊好像是抓到旁邊 就一邊 一位選手是左手 一位選手是右手的感覺 對對對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常常在 比賽場上看到 如果說當 左手對上右手的選手 這樣比賽會出現 類似螃蟹走路 沒錯 雙方都在 對 腳啊踩啊 腳啊踩啊 雙方都可以一個 哇 想要嘗試做一個後撤 但是其實 角度跟方向沒有控制得非常好 那我們這樣一般來講 我們稱為極端邊 對 因為極端邊想要攻擊的時候 是很好攻擊 但是 對方也蠻好 防守的 因為那個 那個角度的關係 其實在攻擊上的 不是說這麼的俐落 所以一定要靠帶動 去把空間做出來 才能做出有效的攻擊 甚至得到有效的分數 哎呀 後撤 其實可以看出來 雙方選手都 積極的做出一些 反摔的動作 反摔的動作 那我們這邊也順便提到 他們 在控制你看他們的 右手 他們會直接 把到 雙方後面或怎樣 或是腰部這邊 其實某種程度 這樣子你可以控制更多 但是換句話來講 你控制多的時候 你太close 某種程度 你是 也是蠻危險的 像這樣子 對 因為你控制多 你可以給予一些比較大的 一個 師技 有時候那個分數 或是空間 大了點 就是比較 危險 所以 也就是說 你要去控制對方 你必須要 身體要靠近對方 那你身體靠近對方 也就是給對手 更好抓握的一個機會 沒錯 對 足跡 這個應該有 主勝裁判沒有給予分數喔 非常漂亮 因為在藍方選手 往前帶動的時候 後面其實是有一個 空間 他有帶一個後掃的一個動作 再看一次 對 坐下來 那因為角度的關係 不知道 上半身是否有著地啊 那裁判是 認為沒有 那比賽繼續開始 時間也來到將近三十秒 哇 那藍方試圖 進入做 壓制動作 雙腳 控制住他的身體 想要做個勒緊 但是 那白方選手 也非常的積極 防禦好啊 所以 藍方也無法 有效的去做一個 侵略性的一個動作 那 暫停 裁判也是一個 暫停 比賽剩下十秒鐘 雙方 也是平手 照目前看來 哇 有了 藍方選手 這裡應該是 直接一勝了 掃腰直接 非常的精彩啊 最後十秒鐘啦 這也是考驗選手的 一個謹慎 在 時間的後面啦 體力 或是精神上 你必須去控制好 哇 一個死 啊 這個身體的帶動 非常的流暢 一勝 對 直接給予 一蹦的分數 非常漂亮 第一場地由 藍方澳洲選手 恭喜 澳洲選手 拿下這場比賽勝利 第二場地由 藍方越南選手獲勝 第一場地由 藍方越南選手獲勝 第二場地即將進行女子57公斤 以下亮棋 由白方印度選手出戰藍方中華台北 潘順應日 第二場地即將進行女子57公斤 以下亮棋 由白方印度選手出戰藍方中華台北 潘順應日 這場地雙方都在測試啊 雙方都不希望給對方抓握好 希望在自己有力的一個抓握方式啊 雙方不喜歡也是把他脫手脫掉 我們知道搶手算是整個流道比賽當中最重要的 也不算是最重要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就是你要去試技你第一步一定是要先去搶到一個好的位置 沒錯 在抓到一個好的位置或是說適合你自己喜歡的位置 那你才能做出你自己想要的一些攻勢 雖然說有時候你在抓握在有點不適於自己的時候 也是可以攻擊到好的動作但是 畢竟在練習上或是怎樣我們會習慣抓到自己 合自己的胃口的時候才會做出自己 比較喜歡的一些攻勢啊 那因為雙方 搶手 那沒有做出一個 積極的攻擊所以裁判給予雙方 一個指導 白方嘗試做一個吊秀 但是 藍方站好好的 所以很穩的 擋掉 所以就剛才提到說在摔樓道啊 帶動非常重要 因為帶動的時候 你帶動的對手 對手在移動中 他的重心是在改變的 所以在改變的做程中 你如果抓到他的一個節奏 或是抓到他的你那個空間的chance 其實是有效的 那如果是站好好的 除非你的動作啊 像這個 非常好 半勝 或是你的重心抓對 那就是可以做出有效的一個攻擊 那剛才 白方選手做出一個小內哥 我們再看一下橫摩畫面 有沒有 白方選手他先做一個 過肩摔的一個動作 那藍方選手他重心就往後了 那小內哥下去半勝 他其實第一時間是去騙對手 沒錯沒錯 那重心往後 我們看到這個韓國選手 他重心馬上放低 而且他做內哥的這個左腿啊 是用這個膝蓋的方式去割 不是用腳踝 這是蠻特別的 對 因為其實說他是做一個前後搭配 那他整個下去 力量跟一個侵略性有效的攻擊點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那些所謂的騙到對手了 韓國選手現在是有一次半勝領先 對 那藍方選手也是積極 搶攻 想要要回來的分數 因為比賽的時間剩下不到一分鐘 哇 非常積極啊 把他上去了 把他上去了 那規則也提到說 如果你在把對手的時候 就所謂的控制人家緊後扣下來 如果你沒有做出攻擊 其實你會被判指導的喔 因為你把對手的攻擊權力給沒有了 所以你控制住這樣子 其實要做積極攻擊 不能因為力量大 就把人家控制在那邊 然後消耗時間 第二場裡 由白方印度選手獲勝 我看到這個 因為選手真的 他的攻擊端是非常的積極的 幾乎每一波都是去抓對手的緊後 對 那其實這可能也跟動作習性有關係 由白方印度選手出戰 對 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做過肩摔的型態的話 你抓緊後 比較無法去施展這樣的動作 看來會抓領主 那如果你是做一些比較大外哥 少要內腿這種動作的話 還蠻常都會去控制到對方緊後 比賽剩下8秒鐘 白方印度領先半勝 藍方印度勢必要積極 最後一波攻擊 控制緊後 腳掃一下 3秒鐘 白方印度直接爬下來 白方印度知道 因為即使他被判一隻指導 他兩隻指導 不影響勝負 也不會輸掉 對 所以 這場比賽 韓國選手一次半勝的成績 擊敗了對手 非常精彩的這場 雙方都非常的積極去搶攻 第一場地即將進行女子57公斤以下量級 由白方日本選手出戰 藍方中華台北陳嘉義 要來出戰日本選手 要來出戰日本選手 開賽 開賽雙方都還試圖去控制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內 腳步的一個 師 施 施 這個足跡啊非常的積極 前後搭配 內腿 掃腳 阿威 過肩摔 那也進入請記啦 腳的部分 三腳步先夾好 就看我們中華隊他怎麼轉啊 我們一般來講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單手跟頭啊 去控制 控制住的時候 就有機會去把對方做一個翻轉 那麼目前看到 頭妹控制好 他試圖想要做右手 那裁判認為是一個沒有侵略系的攻擊 所以隨機馬上喊了一個暫停 讓比賽重新開始 擺放日本選手 其實在搶手的部分 非常強勢啦 控制得非常好 哇 搶手就反摔 哇 非常可惜啦 身體沒有進去啦 哇 剛剛讓現場觀眾朋友捏了把冷汗 對呀 日本選手是整隻啊 把我們中華隊的陳佳穎連根拔起 好可惜啊 藍方選手在做動作的 很多次都 哎呀 半勝啦 非常漂亮 這裡剛好抓到陳佳穎的一個 後退的時候 那個小內哥的腳勾下去啊 直接是把他的 後退的腳都控制住 那上半身無話可說就直接下去了 哎 把腳拖開之後 上半身控制得非常好 接著一個橫四方的壓制啊 對 開始獨秒 現在只要經過10秒鐘 這樣比賽就出現勝負了 沒錯沒錯 所以現在 哇 非常快啊 嗯 兩隻半勝 何為一勝 對啊 陳佳穎這場比賽非常可惜喔 哇 這是日本選手的 柔道娥啊 一個女兒 孩子 第一場比 由白方日本選手獲勝 The winner of back one White Judoke from Japan 非常漂亮 重播動作 連續 第一場比 即將進行女子57公斤 一下量級 由白方中華台北楊玉潔 出戰藍方越南選手 帶一場比 女子57公斤 緊接這場比賽就是 女子57公斤量級 我們 中華隊的楊玉潔 現在 要對上越南的選手 選手非常積極地去搶戰 想要維持 哇 內槌可惜 割空了 掃空了 藍方選手也馬上 夾著 想要試圖做一個請計的攻勢 就看我們白方選手中的台北選手怎麼去防禦 現在高桂枝起來很難 進入站起來 所以就變成立即在做一個請計動作的時候 裁判就會馬上喊一個暫停 對 那因為藍方的教練 在還沒喊暫停的時候 有可能有過多的語言 主審裁判也去示意說 請你不要再說話 其實在比賽場上 這樓道的規則是在進行當中 在比賽的進行當中 場邊的教練是不可以發出 就是去指導抽象選手 在暫停的時候是可以的 所以說 平常練習非常重要 教練在比賽的時候 只能在事實給予一些想法跟建議 即將進行男子吃三個精英以下兩級 由白方日本選手出戰藍方美國選手 這個藍方選手的 在進入地板的時候 蠻多都是使用三角骨的 下去 腳就是先夾 試圖控制住 對手的一個 一隻手或一個頭 然後再進行其他請計的一些連貫動作 那白方選手也必須去防範 看啦 因為已經兩次 三次這樣子 因為已經兩次 三次這樣子了 哇 搶手上 藍方 某種程度上也是 比起白方 小小的積極一點 控制上了 對 那抓到好的位置 其實要去試圖的積極搶功 控制到腰後 哇 腳一掃 趴著 沒有 那 剛才提到藍方 一下地板 就是馬上 腳就夾下去 對 那白方選手我自己也知道啦 所以是 防手的 很好的 腳又馬上夾了 這應該也是越南選手的一個習慣動作 沒錯 非常好的習慣 在立技能夠壓制的時候 那個腳順勢就控制下去了 因為我們在轉換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空檔 那選手在立技能夠壓制 這個空檔就是你拿捏的一個時候 拿捏的好 機會就來 拿捏不好 機會就跑掉 裁判剛剛給了越南選手一個指導 因為藍方選手有一點點 被控制的時候 哎呀 半勝 中華台北選手在一個攻擊上 獲得主審裁判的一個青睞 楊宇傑 在最後的15秒時間 現在有一隻半勝 重播動作 側面下去 不過我們透過這角度看起來好像 好像是有這個討論的空間 沒錯 那因為主審裁判他有最大的權力去做一個判決 那如果副審他沒有其他意見的話 這就會決定是一個勝負的一個關鍵 好這邊就來看副審以及主審 是不是 最後的判決依舊是維持 讓楊宇傑維持 現在有半勝的成績 詢問一下 楊宇傑維持 這個非常漂亮 你看大內哥接移動之後 往後 抵下去 非常漂亮 左肩 左肩感覺是有著地 但是 這個角度 看起來不是這麼的明顯 裁判最終判決還是給楊宇傑 第一場地即將進行男子73公斤以下量級 由白方日本選手出戰藍方韓國選手 我看到這個韓國選手在提大 韓國體大 韓國選手蠻特別的 柔道服是穿體大 是借來的嗎 韓國也有韓國體大 韓國體大選手 這場是韓國對上日本 東亞經典對決 -73公斤以下量級 雙方在力度上跟速度上都有一些展現 蠻有侵略性的雙方 這搶手非常積極 不給對方一絲機會 但是就會讓雙方都有一個指導 兩位選手 因為都不想給對方搶到有力的位置 所以你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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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手拖到雙方都被判指導了 哎呀 白方試圖做一個過肩摔 但是身體沒有進去 藍方選手也是防守得非常的緊啊 機會都沒有 現在還能鑽停 重新開始 對方 搶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都有點困難啊 這是搶手的一個激烈的狀況啊 喂 擺 藍方選手 爬下來 白方日本選手 積極的在請技上做出一些試技 希望可以有效的攻擊 那藍方選手也知道想做什麼啊 手死啊 第二場底由白方日本選手獲勝 這邊感覺有機會 但是 兩位選手感覺在請技方面 這個力量的表現也是 可以說平分秋色 沒錯 那比賽才剛開始啊 雙方都在積極的試探 體力也是一個關鍵 那時間如果遇到後面啊 就會看出 對方的一些 體力的關係 就是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 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體力的調配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白方日本選手 第一時間 但是沒有移動 白方 啊 哇 非常漂亮 所以 這個瞬間喔 是 日本選手出現的空隙喔 韓國選手 非常的積極 也把握住 沒錯 前面都是白方日本選手在積極攻擊 那韓國選手一做 哇 直接抓到一個 嗆死 那現在韓國選手領先啊 勢必在後面的一個攻勢上 可能會有點調配 白方選手試圖一直想要翻過去 藍方選手啊 我們再翻動 再開一次 小監測 哇 捲下去 小外掛下去 哇 非常漂亮 這個小外掛下去 現在藍方選手 藍方選手現在有一點點的感覺在逃避啊 抓到還沒有有效就做攻擊就拍下去 沒錯 主人裁判直接給予一個 加一攻擊 犯規 知道一隻 好 如果在第三隻的話就會影響 勝負的犯規輸啊 所以時間還有一分鐘 日本隊勢必會積極搶攻 那韓國隊也是需要有一些些的 策略改變啊 不能 一直逃避啊 先一個掃角 測試一下 調配節奏 哇 這招還沒看過啊 好像蠻有用的喔 因為韓國選手在逃避 往後退 所以就腳掛下去 你看 韓國選手就這樣轉身 直接一個過前 單臂過前 哎呀 好 這裡 也是一個半勝 哇 非常的漂亮 雨反 日本選手 在最後的 大概三四十秒的時間喔 做一個雨反 獲得一個半勝 現在兩隊贊成 兩位選手贊成平手 對 我們在整體公式看起來是 白方日本選手 比較積極的 你看雨反非常漂亮 哇 這個肌力真的 得了啊 而且你看到那個白方選手的 力氣都壓制 非常的綿啊 試圖還想繼續做請記的控制 那比賽剩下十秒鐘 看到藍方選手有點喘啊 哈哈 其實兩位選手都應該 現在體力都已經來到極限了 沒錯 但是 沒有辦法分出勝負 現在要進入黃金加賽期 非常漂亮啊 哇 對方做完一個動作的時候 換你 這個也是我們在樓道對摔的時候啊 這一個非常好一個嗆子 因為你在做完動作的時候 某種程度 你有一個節奏是會被對方去掌控的 第二場地由藍方選手 非常積極 也抓到這個嗆子 換他 馬上聯絡 不是聯絡 馬上接了一個動作 做出一個有效的聯絡 非常漂亮 現在進入 延長加賽 沒錯 前韓國選手有兩隻指導 對那剛才有提到說 在GOLDERSGO 黃金得分的時候 犯規 就所謂指導 沒有直接的影響勝負的那個 判決 但是 目前韓國選手已經有兩隻指導了 對 如果他這邊判一隻 就會影響判決 就會被犯規輸 直接犯規輸 沒錯 那所以日本他其實還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去 做一個 技戰術的一個調配 我也是 單邊抓到就帶動 單臂過間摔 效果不是很好 白方選手做一個Sludging 上 控制 然後裁判施力一個暫停 裁判認為 沒有有效 也沒有侵略性的 請記動作 雙方都非常謹慎 因為這黃金得分 只要任何一方 得到了分數 先得到分數 就錯了勝利 不敢有意識大意 歸的 看著韓國賢偶就 把到後面 日本做一個 後間摔 沒有效果 雙方趴著 差點 差點 暫停 重新來過 雙方在搶手上非常謹慎 這本拳手也是扣住了對方 脫手脫掉 這個動作 監測完全沒有進去 所以就直接跪著落地 我想現在兩位選手 真的是體力來到極限了 沒錯4加2 時間繼續再走 現在已經摔了6分多久了 等方選手 積極成功但是 有機會 這個看一下裁判要怎麼判決 有持續的連續的去推動 但是某種程度有一點中斷 所以這不會構成剛才提到的四個要素 對 我們在做壓制的時候 三半身控制之外 如果你下半身被夾到腿 被夾腳的話 就會隨機還一個暫停 除非你三半身是控制住 而且是積極去把拖腳 那裁判也施憶 剛剛的動作有沒有分數 對 要跟這個副審喔 透過這個重播畫面來觀看 看樣子很像 有機會喔 會有一個影響判決的分數啊 好 副審裁判們在討論 整理道服 我們再看一下 韓國選手 過肩摔完 抓著小肩車卡進去 但是 哇 對 這裡 感覺是 剛好在臨界點 沒錯 但是 最終判決還是給 藍方的韓國選手 這個精神也是值得我們 大家去效仿的 韓國選手 堅持不放棄啊 積極搶攻 誰都不知道 你的攻擊有沒有效果 有白方中華台北趙宜貞 你盡力把他做到最好啊 對 我恭喜韓國選手 在 黃金加賽期喔 大概到三分鐘左右的這樣的時間 拿下這樣的比賽 緊接這場比賽 平時六三公清亮級 我們中華隊的趙宜貞 要出戰韓國選手 喂 哇 是不是做一個反摔啊 進入寢計 彩排認為 沒有有效 沒有侵略性的 攻速 所以還暫停 喔 韓國選手 非常的積極強勢啊 巴勒大內閣 這幾波的進攻其實 我們的趙玉珍都有意識到 韓國鑫都非常積極 控制 我們中央台北鑫做一個 拋摔接關節 韓國鑫其實防守得非常好 沒有有效造成威脅 主城裁判也是給予 暫停 重新來過 我們中央 小監測 這個動作 空間 上來講 在主城裁判的角度來講 看不太清楚 所以主城裁判 示意複審 是不是要看一下 重播影片 有沒有構成有效的攻擊 扮勝 最後判定是給趙玉珍一次扮勝 上一場比賽跟這場比賽 韓國都是用小監測 去取得分數 這也是我們 選手要去 防範的 哇塞 這位一個 大外哥少要一個 角度攻擊過去 趙玉珍 翻了一圈 趴著 兩個半勝 所以韓國選手 上比賽 對 再看一次喔 剛剛這個動作 沒問題 第一時間落地 分數沒問題 非常漂亮 而且這一次的技法 其實有機會來挑戰這個一勝 沒錯 速度跟力量都非常好 真的 搶手搶到之後 帶動腳一掃 連腳直接劈下去 大外哥 非常漂亮 緊接著要進行第二輪的比賽了 第十八場次的比賽 四十八公斤浪擊 韓國選手要出戰澳洲的選手 兩位選手在稍早的比賽都是先拿下一場 第二場地由藍方韓國選手獲勝 無法有效的得到一些攻勢 裁判 暫停 第二場地即將進行男子六十公斤 以下亮晴 看得出外 白方選手好像高了日本南方選手 半顆頭以上 其實重量是一樣的 沒錯 但是這樣子的高度差 會給整個比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某種程度 身材的差異會造就選手的攻擊方式 比如說高對矮的時候 有時候會控制在比較多的是在緊後 因為比較高嘛 拔下去做一些腳長 割技 比如說大內哥足技 大內哥大外哥掃腰內腿等等 那如果身材相對於對方稍微劣勢一點的話 過肩摔某種程度 小內哥大內哥也是一種自己一個 比較適合的一個攻擊的一個動作 喔 裁判認為白方的指導是沒有效的 所以 留著 藍方的指導 那韓國選手 不願意啊 不太想要跟白方選手去 所有人 告尼娃仔 下去跟他玩啊 因為他們想要摔力技 他在控制上雙方 唉 很好 下去 勒井 這個角度 沒有 換白方 藍方 防守得非常好 沒有空間 直接站起來 然後也喊了暫停 重新來過 其實可以看到藍方的搶手非常好啊 五位啊 兩位選手在今天早上的比賽都有先進行過一場了 今天是兩位選手第二輪的比賽 比賽 那第二輪的比賽 就要看 可能到比賽的後半段 會出現比較大體力的落差 沒錯 雙方都還是蠻 積極 也是 抵擋得非常的 強啊 哇 哇 這裡 裁判 沒有做出判決 等於某種程度 剛才的角度 比較進入地板 而且 牌方也是 順勢趴著 來 這角都不斷的去嘗試啊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做出一些有效的分數啊 來 後側 沒有 趴著 可惜啊 上半身的 控制還不夠 藍方選手 腳夾過去了 試圖做一些請計的 壓制動作 主角小伙伴認為 沒有 有效也沒有侵略性 隨機馬上喊了一個暫停 比賽重新從力計來過 比賽 啊 比賽 比賽 啊 比賽 哇 啊 這個動作 喔 有機會喔 這邊可能要進入請計的固定 但是 手被控制住了 關節 小心 來看 白方選手有沒有有效的防禦到 照目前來看 有 防禦得很好 那剛剛這個動作也不知道有沒有分數呢 角度其實有一點討論空間 喔 副審應該是 有示意主審裁判 可以犯規 知道 那 公共程度來講 又回到了 分數一樣 指導數一樣 時間到 進入空氣再分 兩位選手 在正規的比賽喔 是沒有拿下任何的分數 要進入延長加賽 但其實兩位選手在 這回比賽的表現也是蠻出色的 有幾次喔 幾次的進攻都是蠻有機會 但是可惜 就是沒有做完整 但是可惜 就是沒有做完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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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得分 開始 哇塞 你們手控制非常好 關節有沒有 這邊 十字關節有了 哇 馬上 十秒鐘 對 哇 自己也非常的懊惱喔 這個 藍方韓國選手 動作非常漂亮 過肩摔下去之後 雖然 沒有在力氣上 取得分數的取得 但是你看他手 馬上控制出 他是持續的在控制 沒錯 聯絡 非常漂亮 白方選手 來不及反應 這也是我們台灣也選手啊 非常可以去學習的地方啊 有時候你在做一DD動作 未必可以得到分數 但我們不搶球 有時候地板也是可以獲得分數的 所以你不要放棄任何一個 細膩的一個東西 韓國選手示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示範 女主角落 這項比賽 白方韓國選手 Ov隊 Sup 這場比賽白方韓國選手對上藍方日本選手 韓國也在做搶手試探 配合一些足跡 腳的一些掃腳 雙方非常謹慎 由白方哈薩克選手獲勝 沒有 白方選手也知道他想做完的方向是相反的 第二場地即將進行男子60公斤下兩場 由白方印度選手所在男方韓國選手 由白方選手獲勝 這邊第一時間掌握得不錯但是控制好 上半身是讓對手給跑掉 沒錯 可以看起來雙方可能實力上比較相等 雙方也比較不敢大膽的做出一些攻擊 非常謹慎 從槍手拍死 從槍手拍死 口上去 足跡打那個內腿 打那個內腿 非常漂亮 可惜三半身控制不夠 自己先拍下去 還是很猶豬 哇stop 三半身放掉 非常可惜 這番這個帶動非常漂亮 你要摔我我也要摔你 沒錯 結果裁判給 白芳一個指導 韓國拳手一個指導 公式上不夠 有力啊 韓式過鍵摔 司徒 這是非常危險的啊 前面有提到說 一方跪著一方站著 這個時候算是立計喔 如果那時候 立計者施數有效的攻擊到 那會判於分數 那你剛才提到說 就是這個時候 哎呀 哇 結果韓國拳手還是蠻有任性的 沒錯 兩次機會 藍方 日本拳手有沒有好好掌握好 非常可惜 那如果在這個狀況下 沒有馬上失訴的話 孫才班會馬上喊個暫停 可以看到說現在 藍方日本拳手的攻勢 比較有效果啊 但是韓國拳手也是馬上 試圖做一個過肩摔啊 但是其實 控制上沒有說這麼好啊 只是因為日本拳手 扣在緊後啊 身體非常近 所以做出來動作的時候 連帶著就被趴下去了 日本有非常 加薩 那也可惜啊 三半身沒控制好 對 腳部 內腿已經進去了 三半身就趴下去了 這裡韓國選手是 吃了第二張指導了 沒錯 日本拳手非常的積極啊 馬瑞 大內一個掃腳 哇 而且攻擊其實說真的 沒有非常的有效啊 日本拳手都站得非常好 現在20秒 韓國拳手勢必要有一些改變 策略上 照我目前來講 日本拳手控制得非常好 馬瑞 帶動 腳就過去了 抓單邊 帶動 試圖想要做一些 動作啊 時間到 那 進入穩定得分 結果兩位選手 在正規時間沒有得分啊 對 其實韓國選手也不用慶耶 因為 你即使拿到兩張指導 在分數上 因為沒有獲得技術得分 所以算是平手 但是必須要小心一點啊 你再領一張指導 你就掰掰了 哇 又出現了剛才提到 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日本拳手也積極想要 做一些壓制上的 攻勢 韓國選手也是 夾得非常緊啊 不給你任何一次機會啊 哇 韓國選手非常聰明啊 知道藍方選手 一直想要第一時間 把到你的緊後啊 他剛才試圖做一個過肩摔啊 忍... 很突然 又來 委婦 我... 我...我....我...我... 沒有 OK 我... 你...你... 你...我... 一... 3 2 韓國選手做這樣動作蠻危險的 無法有效取得攻勢上的一個優勢 如果說多做幾次的話 可能裁判就會 判決就會出來了 送你一個指導 三隻拜拜 好厲害 看到日本選手機器想空 這隻可惜 控制沒有很好 啪下去 哇 有機會 韓國選手多次 手控制非常好 手控制非常好 有機會 看他怎樣去 可以形成壓制 唉 他手這樣子 這樣應該翻不過來 某種程度 不應該再去靠在那邊 因為手都控制好 其實你轉個角度起來做一個關節 其實他身體在另一邊 但是他手送給你 對剛剛 但是 誰都不知道當下你在想什麼 對 對 日本選手要小心 剛剛上一場 日韓對戰的時候 看上來也是日本優勢 但是韓國就做了一個動作 取得有效的分數之後 得了該場的一個勝利 所以日本勢必小心 韓國有時候 動作上也是蠻俐落的 不用多一隻就好 直劍也來到4加2 正規4分鐘 黃之爭分2分鐘 考驗著雙方的體力 韓國選手也知道 日本選手想要 把上去 哇賽 這次有沒有呢 有了 最後 日本選手還是拿下這場比賽順利 歷經了波折 其實韓國選手在整個黃金延長 加賽的這個進攻的表現也是相當的不錯 沒錯 但是日本選手動作非常扎實 大內哥下去之後 上半身跟跟控制 就是我剛才提到一勝的幾個元素 也許他沒有獲得的速度或是 著地面積的一些優勢 但是他控制得非常好 落去半勝的一個面積是有的 第一場地即將進行男子60公斤以下量級 由白方蒙古選手出戰兩方韓國選手 這場比賽第二十重是 蒙古對上韓國 男子60公斤浪級的比賽 這場比賽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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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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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一個半勝的領先 最後的一分鐘 最後的一分鐘 哇賽 有沒有機會 沒有沒有沒有 做一個槍是非常好啊 要做反甩但是蒙古拳頭也知道啊 我讓你做啊 哇蛇身這邊想要去做一個拋摔也沒有成功 其實近幾年我們這個蒙古的柔道啊 在整個國際賽場上 蠻常可以看到他們的領影 而且在這個杜蘇倫啊 也就是在里約奧運那場啊 比賽他是個人是拿下了奧運的銀牌 其實在國際賽場上 蒙古的這個柔道實力也是讓大家非常是敬佩的 沒錯 因為現在你知道嗎 蒙古的柔道協會會講是誰你知道嗎 就是蒙古的總統啊 哇那這樣子 請國家職力去支持這個柔道運動啊 對啊 而且我們那個蘇米亞 在蒙古的女生選手 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世界排名冠軍 今年也有來參賽啊 如果說待會大家繼續來關注我們這裡體育台的話 應該就可以看到她比賽的身影 沒錯非常難得 可以在台灣看到世界排名第一名的選手 那也是呼籲或是鼓勵啊 各位觀眾們 有機會來到現場 親眼看看 這位是曾經在里約奧運拿下銀牌的選手 那比賽也是蠻可惜的 輸給這個巴西的選手 那時間也到了 那蒙古選手以半勝的領先獲得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第一場地由白方蒙古選手獲勝 The winner of BAT-1 Why Jewelgy from BAT-1 第一場地即將進行男子60公斤 腋下量級 由白方新加坡選手出戰藍方澳門選手 MAT-1 Men's Under 60kg Category White Jewelgy from Singapore Blue Jewelgy from Macau 然後緊接的一樣是 這邊是男子60公斤量級的比賽 澳門對上新加坡 哇呀 一個吊秀 白方選手非常積極啊 不管是立技還是請技啊 我非常有侵略性 在這剛才提到的時候是非常危險 哎呀 雙方都還在試探跟 做一些嘗試性的攻擊 雙方都還在試探跟 白方選手非常俐落啊 剛才想要做一個 哇賽 單臂冠軍摔 沒有 白方選手 擋住 趴著 白方選手其實蠻積極的啊 你看看出來不管是立技 請技 都有一些侵略性的一些 攻勢啊 哇賽 雙臂冠軍摔 因為竹神認為有半勝 這裡肯定是半勝 但是 就這個角度看起來好像 不是這麼明顯 我們剛才提到 一勝的四個關鍵因素 速度 力量 左地面積跟控制 那剛剛選手 白方選手 三項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他左地面積 看竹神裁判 任務員一請來 那看樣子 對 所以有獲得半勝 但可能 不足以到一勝啊 很面積不夠 哇賽 再一次 國中摔起來之後 緊接著想要做一些 地板動作 有獲得機 從HOTCOM 搶手 雙方試圖去 搶到有力的位置 但是 有點 過分的 做一些阻擋 藍方選手 主人裁判給予一個指導 哇賽 一個 前後搭配的 一個 那個 但是沒有 造成對手的 抓 第一時間 單邊大外哥 沒有造成 任何 影響力 比賽繼續開始 剩下1分半鐘 其實我們在看到 他們在搶手啊 非常細膩 抓到位置 帶動 才能有效攻擊 哇這個非常漂亮 但是藍方選手也是 閃得非常好 新加坡選手 攻勢非常 俐落 每次動作 其實都有機具 這一支有沒有呢 才辦人認為 很像沒有喔 先給了一個 暫停 比賽繼續開始 那如果說 以現在 比分上面的表現 新加坡是一支半勝的領先 沒錯 最後45秒 比賽繼續 藍方選手 勢必要搶攻啊 剩下 比賽時間剩下30秒啊 那落後 一個半勝 第二場地 在搶手位置上 其實藍方也沒有 占到什麼優勢啊 在攻勢上 白方還是 多於藍方啊 那 也是期待藍方 有一些改變 要不然這場比賽 沒有什麼太大變化的話 白方會獲得勝利 比賽剩下5秒鐘 好 最後一個拋摔 時間剩下1秒鐘 這樣可惜啊 好那這場比賽 就由新加坡選手拿下來 因為新加坡選手在 這樣比賽所摔出的那個半勝 也不是到非常明確的一個半勝 沒錯 也算是一個模糊地帶 但是在速度力量跟控制上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 獲得主審的期待 副審也沒有其他意見 那這就是一個有效的分數 因為畢竟主審也許 角度上無法這麼完整 但是 副審會透過一些畫面的一個輔助 去給予最公平的一個 最主觀的一個 最客觀的一個分數的判定 第一場地即將進行男子60公斤以下量級 由白方日本選手出戰 藍方香港選手 再來就是男子60公斤量級的比賽 日本對上香港 第二場地由白方日本選手獲勝 第二場地即將進行男子66公斤以下量級 由白方阿薩克選手出戰藍方紅顧選手 雙方都 積極 在做一些嘗試 搶手 帶動 我們看他現在藍方 站在場外 所以就給了一個指導 那我們在樓道規則阿 你只要單腳或是雙腳 站在場外 我們現在場內是黃色 紅色是場外 如果你沒有 立即的 控制 攻擊 或者是說 做一個緩回的話 有可能會被判一個指導 那這邊裁判是說沒有 兩位選手還是在搶位 上面阿 比較 積極 沒有搶到好的位置不出手 唉呀 這個 手直接鑽到人家倒在裡面阿 做一個請計的控制 那藍方選手也知道 哎呀 腳夾住了 有機會 白方選手做一個 壓制 這裡是成功的壓制柱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而且 沒有機會了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因為他的手嗎 被關節了 非常漂亮 白方選手在控制的時候 手先鑽進去 控制了對方之後 他把腳 去做一個 關節一個角度 然後做一個前滾翻 因為如果你不前滾翻的話 藍方不跟著滾 你手就會被關節 那他必須跟著滾 跟著滾過去的時候 就進入了白方的控制 控制之餘 他的手又被白方的 關節的控制 非常漂亮 這隻非常漂亮 白方日本選手也獲得這場比賽的一個勝利 笑得很燦爛 第一場地即將進行男子60公斤 表演也笑得很燦爛 由白方中華台北陳德佑出戰欄方澳洲選手 這場比賽我們中華隊陳德佑要來出戰澳洲的選手 攻擊過 空著腰部 最後一個 加上擴抱 控制住 雷娃寒 但是上半身沒控制 反倒是 加上 換一個關節 但是 角度不是很理想 那裁判也 給了一個 暫停 比賽重新來過 喔 搶手上也是非常 機器 哇 過鍵摔 單臂過鍵摔 那德佑擋得非常漂亮 哇塞 這一隻 有沒有呢 一個反摔 似乎主持人還沒認為沒有 但是 現在壓制 有了吧 腳被夾住了 沒有 再轉換 在腳被控制的情況下 先把手控制好 看有沒有機會 轉換一下 把台北成為機率的人 腳被夾住了 也沒有脫掉 主勝裁判認為是 沒有效果 的一個請記聯絡 所以喊了一個暫停 重新來過 有殺 有沒有呢 這一隻動作 漂亮 沒有 那一哥下去 沒有 請德佑這些攻勢 看起來還不錯 有一個半勝 剛剛的動作獲得主任裁判的青賴 來 來 上半身 一個單臂的動作 下半身做一個 後側 現在藍方選手落後 搶攻 危險啊 危險啊 最後 又是一個半勝 對 兩方選手 攻的不多 一攻就有 德佑要必須注意啊 其實德佑非常的頂火 上下半身 手部跟足部的一個搭配 非常漂亮 拋摔 角度不是很理想 好 兩個人現在 分數一樣喔 都各獲取一次半勝 沒有問題 非常漂亮 跟得非常緊 上半身控制 陳德佑 非常漂亮 而且 而且 這一帥裁判直接舉手 一勝 一勝 一本 非常漂亮 恭喜陳德佑 第一場意 由白方轉化台北 陳德佑獲勝 The winner of F1 YGW 陳德佑 FromChinese Taipei 畫面重播 跟得非常漂亮 身體的 很深 第一場意 第一場意 即將進行女子52公斤 一場完成 由白蠻鼓 換水手出戰 南方日盼水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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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 這位依舊是 女子組52公斤量級的比賽 還有白方 庫曼對上 南方日本選手 哇塞 非常積極 第一波攻擊下去 造成白方選手趴著 可惜上半身鬆掉 在這幾場比賽發現 其實日本選手 動作其實嗆死非常好 但是 蠻容易的上半身放掉 然後就趴著 非常可惜 這場比賽 屠庫曼的選手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 第31 有不錯的名次 屠庫曼選手 就了 就這場比賽 相約 1 2 1 2 5 一直指導 照目前節奏來講 日本選手在搶手上的確 拔殺 日本選手在搶手上的確 積極度高於白方選手 所以有時候啊 那個世界排名未必是真的 當然還是要看這個 選手在場上的臨場表現 沒錯 南方日本選手非常積極 搶手上 帶動上 腳的搭配上 馬上講馬上做 你看這個聯絡非常漂亮 兩段的 造成 白方圖曼選手 即使沒有甩到分數 但是也造成白方選手的趴著 某種程度以裁判的角度來講 會認為說這樣是有在攻擊的 那這樣一波兩波三波 其實 對方就會被判定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搶手上啊 其實白方沒有太多優勢 是 反而是藍方日本選手非常積極的搶攻 讓白方沒有什麼太多機會去表現到 那現在藍方試圖在地板動作去取得一些控制 但是似乎在講 白方防守得非常好 所以裁判也喊了一個暫停 第二場地由白方澳洲選手獲勝 所以白方巴巴布拉托拉選手 如果想要邀回一些公式的話 勢必要改變一下積極撤 因為藍方試圖 啊手被控制住了 不知道 沒有 這裡還是 逃出來 哎呀 抽掉 因為剛剛那個角度啊 白方試圖做一個關節機 那藍方日本選手 一開始是被控制住了 但是在翻轉的過程 將手抽離 逃脫了這次的白方選手的一個攻勢 然後我們似乎看到最後一分鐘 白方選手有一點點在 改變攻勢的感覺 哇塞 掃腰過去 沒有 非常漂亮 藍方選手帶動之後 就馬上過頭攻擊 沒有給白方選手太多的一個空間 整場的 攻勢 節奏來講 藍方選手 確實是 優於白方選手 足跡 這隻有囉 半勝 非常漂亮 剛剛是一個 右邊角度 的一個掃腰 剛剛右邊的一個 另一個方向的一個掃腳 造成一個 有效的攻擊 或者半勝 非常漂亮 最後25秒 現在 日本選手一直半勝領先 對 我看現在日本選手 應該會改變策略 積極防守 做一些搶手 也是試圖要做一些攻擊 漂亮 哇 有了 這裡直接舉手 對 半勝 和為一勝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這樣比賽 日本選手表現得相當的精彩 沒錯 不畏懼對方是一個 世界排名 優於他的對手 機器搶功 做好每一個細節 由藍方日本選手 而且在進攻的一些 時機掌握也非常的不錯 這場比賽 日本的選手拿下來 非常漂亮 一波 兩波 再繼續 你看 一波 沒有 第二波 卷 繼續 而且你看手不控制 接著要做聯絡請記 非常漂亮 如果這樣講起來有三波的聯絡 這是為什麼日本選手 可以獲得勝利的原因之一 緊接這場比賽 依舊是52公斤量級的 日本選手對上 印度選手 前天選手 馬愛達 馬愛達他的 這個世界排名是 來到了 58名 也是蠻具有 國際水準的一位選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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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現在你看 藍方選手 有抱住 對方的 腳 其實是OK的 但是現在很像 要被壓制 逃脫掉了 控制住 難講 現在白方選手 在積極的做一個 控制 跟逃脫 所以 在這個時候 裁判沒有喊暫停 原因就是 因為如此 因為他們雙方在 積極的 請記的一個 交流上面 但是如果有 稍有 對你看我們剛才 可以看到 後面在這個 五秒鐘左右啊 就 焦灼住了 裁判給我喊一個暫停 那 藍方選手 沒有 辦法 獲得有效的 請記的一個攻勢啊 裁判還能 一個暫停 比賽重新 從立即開始 對 雙方也非常謹慎 強手 抓到之後 都是 移動 帶動 搭配 角了一個掃角 去破壞一下對方的重心 跟試探 移動 移動 你看 很精采 非常精采 不好意思啊 藍方選手想要做魚反 但藍方選手 知道 馬上打下去 沒問題 然後地板也是 防守得非常嚴謹啊 不給對方任何機會 你可以看到前面 白方日本選手 在壓制上其實是非常黏的 有 有 藍方選手現在 不錯 哇 被控制住 這裡有進入到壓制了 看一下 這樣子有喔 嗯 喔 塞扣蜜 進入賭買階段 白方選手 控制得非常好 你看 從原本的 一隻手一隻腳 在轉換 之後 得到更有力的角度 直接扣制到 緊後 你一邊鎖住道袋 控制住對方的 上半身 最後20秒了 沒有辦法 這樣比賽 印度的選手 無法掙脫啊 最後是 日本選手壓制勝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第一場地 由白方日本選手獲勝 不給你太多機會啊 從立即到請進 聯絡上啊 那個黏著度 非常的好 這個是要成為好的選手 必須要學習到 因為樓道動 樓道運動嘛 不只是摔而已啊 還有一些 地板的請記的動作 那你如何去搭配 把你的優勢 去結合起來 這個是 樓道選手的 勝利的 關鍵因素 中華台北 連俊德 連俊德 連俊德選手 對上 蒙古選手 這樣比賽是 男子組66公斤量級 連俊德要出戰 蒙古選手 雙方 雙方 留言 欸 所以他們認為是 白方 多於 藍方 所以可以看到大家重心都在很後面啊 他們非常謹慎 在搶手上 好 那林俊德 控制得很好啊 哎呀 可惜 被拖掉的那一剎那 瞬間做的動作 實以說對方 爆他腳啊 對 所以跟裁判 稍微 argue一下 所以 一個 那 現在 2018的規則 有提到說 現在的 爆腳的話 不像過去 碰了就 憲俊德 所謂的犯規書 現在給予了 三次的 寬容空間 但是 剛剛 搶手的消極 加上這次的 爆腳 兩隻了 所以如果 蒙古選手 再得到一隻 知道的話 就會獲得犯規書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蒙古選手 也是滿積極的啊 那 我們的 中華台北選手 也是 防守的 努力 去 避免任何的一個攻擊啊 不管是勒緊 或是 壓制啊 快 站起來 真的 真的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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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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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 裁判開始獨秒 沒有問題 但是腳鬆掉 沒關係 上半身控制好 OK的 8秒鐘 而且8秒鐘差一點點 對 不足以半勝 沒關係 這一波蒙古選手實力逃生 沒錯 鬼輪端走一回 下一出冷汗了現在 走回來順便回神一下 不過沒關係 炎俊德只要持續保持這樣子的攻勢 有機會可以獲得這場比賽勝利 因為炎俊德在這場 不管是立技還是請技 某種程度都是比較 有侵略性的 你可以看到 炎俊德控制住人家的警候 然後白方尋尾其實也沒什麼攻勢 雙方也掃腳試探一下 你看 白光球的左手撐在那邊 就是怕他 進來 哇 控制太久了 哇 廖俊強老師 在比賽過程中 講太多話 不能講話 所以主持人才怕說 不好意思喔 其實在這個時候 英軍隊可以有更多的戰術空間運用 即使現在 你不攻我不攻 沒關係 一人一機 你就三機 但是 主持人才怕他認為 你是在 撐在那邊 哇賽 小心小心小心 哇賽 坐下去危險 危險 哇 剛剛在最後的這個 重心偏移的一個瞬間 我們 聯俊德還是有稍微把整個 力量往前壓 沒有了 欸 被請出場了 哈哈 哇 這時候我們 兩張黃牌 對 教練 現在 教練現在 不能坐在場邊了 哈哈 這也是 主持人才怕 非常的威嚴啊 不敢地主不地主啊 請你出去了 因為我們 太在乎 我們 珍惜了 所以 控制不了啊 來 比賽剩下最後十秒鐘 聯俊德不能一絲大意啊 現在 教頭不在 必須 自己 把自己 狀況控制好 都是頂尖選手 心理數字 非常好K的 嗯 現在 要進入延長加賽了 黃金得分 必須更謹慎啊 因為這個時候 只要任何一個分數啊 就會影響判決啊 即使我們 聯俊德選手現在 現在 在 指導上面是 領先對手的一隻 非常漂亮 晃 晃小心 有啦 漂亮 內腿轉大內哥 七雷 半身 有啦 也是 沒有問題喔 一瞬 一瞬 非常漂亮 那個角度啊 原本做內腿 在轉換的空間之後 變成大內哥 往前壓下去 上半身 控制得非常好 七雷 無啊 走過來看 你的腳帶動 殺內腿 七雷 變大內哥 非常漂亮 這個前後前面的一個搭配啊 由白方香港選手出戰 藍方越南選手 MAT2 WOMERS Under 57kg Category WHY CHUDOKI 從HONG KONG WHY CHUDOKI 從Vietnam 非常漂亮 第一場地 由藍方中華艾美 聯俊德獲勝 聯俊德 這樣比賽 最終還是拿下勝利了喔 儘管教練變勤出場 幫教練出口氣啊 第一場地 即將進行男子66公斤 以下亮晴 由白方菲律賓選手 出戰藍方韓國選手 MAT1 這是菲律賓選手 MAT1 White Judoge 從Philippines Blue Judoge 從Korea NAKANO 長野 這個韓國選手 藍方 金先生 這樣比賽是男子組66公斤 盡量級 第二回合Round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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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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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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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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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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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 馬上帶 輕量級啦 速度就是 比起重量級是快的 抓到一邊就帶帶帶帶帶 韓國選手也做得非常好 拋摔 沒有 你看韓國選手抓到單邊之後 就開始帶帶帶 然後移動 找尋空間做出動作 就是輕量級普遍來講 會有一個頻率蠻高的攻擊節奏 這個動作比較可惜啊 完完全全沒有帶動 原地 做 然後 北方 站得穩穩的 韓國選手其實非常 有威脅性啊 可以在這幾波公式看得出來 其實 白方菲律賓選手其實在公式上 沒有像剛開賽這麼有優勢啊 韓國選手 調整過 我看是 節奏抓得比較好一點 來 你看 白方選手 馬上去 但是馬上被脫手 馬上又被做一個過肩摔 韓國選手 看樣子 心理素質 比較穩穩的一點點啊 就看白方選手 怎麼去調整 哇撒 三波了 三波 白方選手 攻擊 不是這麼的 有效啊 可能在搶手的控制上要去調整一下 很像打到臉啊 其實在場上這樣的動作難免 對 因為 搶手又快 那大家又要搶 比較好的位置 對 基本上應該不太多 柔道選手會刻意去做這種動作 輸太快了 哇撒 哇 有機會 哇 直接舉手了 主任裁判這個 轉的一勝非常的漂亮啊 原本判定是 應該是想要給一個半勝 但是 看到 完全這個著地面積非常的大 而且是 完全控制的狀態啊 馬上改判是一勝 也沒有改判啊 只是那個軌跡 韓國選手這場比賽 靠著非常強勢的攻擊喔 在最後找到一個不錯的機會 再看一次 非常漂亮 連上去 對 比賽可以看得出來 即使白方選手啊 積極攻擊 積極帶動 但是他卻沒有 有效的 做出攻勢來 反而是韓國選手 在搶手上 攻勢也許不多 但是每次都有一些 一針見血的攻擊 韓國選手 出戰 最終韓國選手也是 在過程中 綿上去啊 直接一蹦 一勝 你的任務比賽勝利 他剛剛比賽 由白方破爛選手對上 藍方 澳洲選手 拉撒 這一隻 一蹦了 直接 開賽 15秒 對啊 波蘭飛過來也遠啊 一蹦 沒問題 主城裁判想要挑戰 但是選手自己也走掉了 我們恭喜 波蘭選手 藍方選手自己也知道 那隻是有啦 教練想要 選手 我們再看這動作 沒問題 而且 某種程度 藍方 有意的 想要做出拱橋 那 剛才提到說 如果做出bridge 拱橋動作是直接 給予一勝的 這場比賽 由 白方 黃聖廷 中華台北 對上 藍方 韓國 選手 黃聖廷也是我們上一屆 台北公開賽的冠軍 啊 今年尋求連霸 黃聖廷在去年的這個台北公開賽拿下金牌 在去年世大運測試賽也有拿下金牌 還可惜在這個正式賽 是沒有辦法晉級也比較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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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方選手試圖想要做一個小尖車啊 但是原地的時候很難做啊 勢必要做出一些空間 不然對方站好好 都防好了 很難進入 在搶手上可以看出韓國 先鎖單邊 升艇也是 在搶持有任務 在搶贏手 脫手掉 先鎖單次 韓式過程摔 小心 對方想要 烏 注意壓制 OK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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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你抓 不給你抓 又是不給你抓 韓國選手也是在不斷的帶動 脫洞者防身體 即將進行男子73公斤 下量級 危險 危險 防號防號 沒有 身體在這波攻擊要被動 比較可惜 韓國選手 帶 帶 啪 一下 過煙跳過去 然後造成 哇塞 可惜腳沒進去 對方也試圖想要做熱井 但是從畫面上看出來 熱到下巴了 韓國選手也知道有沒有繼續 去繼續做 請記得 地板動作 下巴喊了暫停 重新開始 1分30秒的時間 雙方啊 在搶手上非常計較 不給對方 握有積極 越南選手 優勢的位置 但是韓國選手 照目前來講 在移動 帶動上 確實是比我們中華台北 聖廷還要來積極 所以聖廷是必要 稍微調整一下公式 1分73公斤 以下2級 由海防中華台北 簡家鴻 出戰 藍方韓國選手 沒錯 就如我剛才所說的 在公式上 積極性 不足藍方韓國隊啊 才不然就 送了聖廷一次知道啊 哇塞 可惜 這裡沒有翻過去 沒錯 聖廷也試圖想要做 請記 腳勾著 看有沒有機會 沒有 聖廷剩下39秒 但是目前還是平手 所以也是謹慎為妙 一個成熟的選手 不會方不會擠 在槍手上 調整一下 去如何 搶到有優勢的位置 因為 趴薩 大內哥 沒有 追追追 全國選手也是 有備而來啊 不讓聖廷去搶有 他的優勢位置啊 去年冠軍 就是容易被人家鎖定啊 就像四足賽一樣 那想必這樣比賽 哇塞 危險 都有做 一些賽前的一些功課 這對 今年也要來參加比賽的選手 其實在網路上都有影片可以去做觀察 沒錯 危險 其實在目前來講 藍方選手做了 不少波啊 一些有威脅性的攻擊 那聖廷勢必在黃金得分 要小心啊 如果想要獲得這場比賽的勝利的話 那進入黃金得分 從頭開始 那 目前 聖廷是擁有一隻指導 不影響勝負結果 不要到三隻就還好 在搶手上 調整一下 哇 危險啊 哇 這樣子 沒有機會了 沒錯 但是在那一剎那 韓國選手做的 吊秀 非常的刁鑽啊 因為那個位置啊 其實 非常的刁鑽 你看 其實 哇 不過去手就折到了 那我們也是恭喜藍方韓國選手 這場比賽 最終韓國選手 還是 擊敗了黃勝 第一場地 由藍方韓國選手獲勝 我們還是恭喜韓國選手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下兩勝利 有白方紅紅選手 沒有關係啊 我們的目標在今年亞運啊 這場比賽 只是 賽前的一個 預備賽 進取這次的一些 缺點 那我們可以再調整 我們希望 也希望 也希望 我們中華台北選手在亞運 可以獲得價值 好 這時候 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世界冠軍 我的 對 我們蒙古選手要來出戰 日本選手 是 蘇米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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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穩 阿 阿 加油 想幹嘛 想都別想阿 氣力阿 進不來 加油 日本選手的排名名次是不到世界前四百 所以這樣排名差距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羅道就跟球一樣是遠的 在場上的比賽表現還是比較重要 我們在前面幾場比賽就印證了這句話 其實名次比較低不一定代表比賽會輸 對 裁判把這個制調給消掉 其實某種程度確實在蒙古 蒙古的蘇米亞選手真的是在帶動上 有一定的影響力 即使說他不動 而且他是做得非常有效率的一些阻擋 不會動作太大消耗太多體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世界 那些RankingNo.1的選手 在運動運用那些體能上 我覺得技術上是非常的棒 動作不大 但是非常有效 多數輪也就是我們2016年里淵奧運的 女子50公斤量級的銀牌 那在去年阿布達比的大滿冠是拿下冠軍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穩坐龍頭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日本選手阿 不畏懼 即使你是RankingNo.1 日本也是穩紮穩打積極攻擊阿 你可以看得出來現在 蒙古選手 就知道 知道 那就看 我們的 選手他如何去調整 因為我們在 呃 犯規這個部分 沒有到三隻的話 其實不影響勝負關鍵 重點還在技術得分 就所謂的 攻擊有效的獲得 就分數獲得 所以蒙古選手其實阿 非常的穩健 不慌不急不忙 成為世界一流的選手阿 這些心理藝藥素是非常重要的 哇撒 非常具有威脅性阿 叫一掃 帶進去的 攻勢 過肩摔 進去的非常的 具有威脅性 那可能道服亂掉了 主持人裁判 施意請他整理一下 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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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最好的 等待 很 正力道服 主人裁判說我會沒說你在那整理什麼刀斧 兩位選手現在各吃一致指導 還沒有讓我們出現 不要 勒緊 掉上去 邀勒 想要固定 現在這個動作在2018其實有提到說不能過度伸展對方身體 有了 非常俐落 一針見邪 剛剛是蒙古選手去把日本選手的腳給固定上來 像剛剛藝人所講的不能過度伸展對手的身體 這個規則是怎麼樣去制定 就是照理講這個動作主要的威脅主要的公式是說在於勒緊 所以 照理講你是要想把別人勒昏或是把他勒到棄權 而非你想要把別人弄痛而棄權 所以在剛剛那個動作的地方就是客觀來講 主勝他要去觀察說這樣的動作是否是勒緊沒有效果 那他只是想把對方弄痛甚至弄受傷 導致對方想齊權 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腰勒的時候可以看到 那剛才的蒙古選手Sumia他其實做得非常的漂亮 他是勒到對的位置 然後他是做到非常的極限 然後也被伸展得很那個 所以日本選手很快也是做出了棄權的動作 Sumia 果然喔世界第一還是 將是老的辣啦 沒錯 恭喜Sumia 拿下了剛剛那場比賽勝利 將比賽楊玉傑要對上 第二場比賽即將進行 男子欣妮的選手 由白方菲律賓選手出戰 哇塞 哎呀 這個拋摔 具有威脅性 但是玉傑也是 反應非常快 馬上轉成POD 這個有QF 這有QF 對手都是 贏過上來的 不容小緒 但可惜 他也知道 在公式上 英里選手 確實是比玉傑有效率 有侵略性 可以 所以 勢必在 戰略上 動作上 調整一下 哇 哇 沒有啊 他這裡 被 對 壓下去 一蹦沒問題 非常可惜 這個 後掃啊 後割腿的這個動作 我們楊玉傑 直接背部著地 對 剛剛提到四個要素 速度 力量 落地面積 控制 英里選手 再次 四個關鍵因素 非常確實 可惜 我們再看同步動作 反摔 後側下去 沒問題 沒問題 余傑想要做 但是 哇 直接被 反摔 後側 掃下去 所以啊 在動作上 迫事 非常重要 剛剛就是因為 我國選手 在迫事上 沒有做到 太晚上 或是固定在那邊做 所以對方站好好的 你動作進來 其實某種程度 也是對方 一個優勢 所以就直接被 撤下去了 非常可惜 這場比賽 由 擺放 澳洲選手 對方 藍方 安國選手 來 給我 你做 好 好 有 我 你做 我 你做 你做 孔子身體先 腳 想要 慾望 想做關節 但是藍方熊先做夾住的腳 所以他在壓制的時候是無法的 因為在壓制的時候如果 你的腳被對方夾住的話 那是不算的 所以韓國熊非常聰明 哇塞 這一支有沒有勒 單邊的過肩摔 空間上來講 比較沒有取得太大的優勢 關節技 鎖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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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準備 裁判給予白方 一個指導 因為可能在這幾波攻擊啊 藍方韓國選手是 確實的做出了幾波攻擊 而白方選手沒有 因為他進入地板 這樣子的話比較不算 因為我們在做這些 判決的時候 不同程度是看立即 你有沒有做攻擊 對方想要的位置啊 搶手非常積極 不願意給對方搶到 對方想要的位置啊 所以我們在搶手上啊 有時候 不喜歡脫掉 再來過 稍微場邊的位置 危險 那是啊 對 那韓國選手 也不願意跟 白方奧中心球 玩太多 內蛙子啊 請記的部分啊 這次動作 可惜手都沒抓好 好 場邊策略 你可以看到韓國選手 在場邊的時候 稍微抵住白方的選手 因為啊 如果你腳踩出去外面啊 沒有意圖的 回來或是立即攻擊 會不會換犯規 沒有換知道 所以其實韓國選手 非常聰明 在場邊的時候 有一些 技戰術的一些 想法 由白方香港選手 出戰 藍方日本選手 鎖得非常緊啊 搶手 韓國選手 在這一波 白方選手的手 似乎 有一些 折到的感覺 搶手啊 有時候 折到 再說難免啊 只是看 選手是不是有意圖的 做出折手動作 如果沒有意圖 某種程度 並不會給予一些 指導的動作 白方選手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啊 澳洲選手 想要跟他玩情記 藍方選手 不想跟白方選手 玩情記 現在白方選手 試圖想要做一些勒緊 但是 藍方選手 說得非常好 就是不給你勒 給你轉圈圈 時間剩下20秒 雙方你來我往 第二場地 由藍方 日本選手獲勝 哇塞 來看一下 危險 時間到 進入黃金得分 在這場比賽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白方選手 澳門選手 他其實在 立即的攻擊上 沒有太多的 侵略行程 那 所以 導致於白方選手 在剛剛的比賽的時候 也被判一個指導 但是 白方選手在地板 的積極性 卻比藍方強 所以在 某某程度這樣造成一個平衡 所以 裁判 也不會給予 太直接 關鍵因素的一個指導 那現在進入黃金得分 任何一個動作 任何一個判決 都會影響勝負 所以雙方必須更謹慎一點 可以看得出來 藍方非常記憶強攻 非常記憶強攻 有了 這裡有囉 沒有 趴著 但是造成非常大的威脅 某某程度 有可能白方會被判一次死 沒錯 對 兩隻指導 兩隻指導了 再一次就掰了 所以 藍方選手 勢必 會調整 戰略 去獲得第三隻犯規 以博得 犯規輸 贏得這兩勝利 所以白方有勢必要調整一下 哇 完蛋 危險危險 韓國選手其實非常聰明 知道遇到 對方人高馬大的 不跟他玩力量 前後搭配 配一下 借力死利 你看 抢手非常積極 非常計較 抓到一個邊 鎖住 帶動 移動 有沒有 馬上攻擊 白方秀我就說了 又想要玩牙子 但是這隻有沒有呢 勒緊記 畫面上的是下巴 他媽喊了暫停 不錯 時間來到了 黃金經事件的1分鐘 4加1 5分鐘 看看他們 全獸們的體力 這裡 手上的taping 白貼掉了 繼續來 我們還是看到 危險危險危險 這裡應該有囉 這裡要看裁判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沒有 是對方想要做那個 反摔要 無反拉過去那一刹 因為如果連續的話 有可能 會不會判決分數 因為他是做一個蛇身 那 應該是白方選手 應該是手指 對 有血了 哇 那 在一般羅刀規則的話 選手必須要到場邊 接受 醫護人員的一個治療 在羅刀比賽中 如果說 有出現 有見血的話 必須要馬上暫停去處理 沒錯 那如果說血止不住的話 那裁判就會馬上做出判決 沒錯 而且啊 如果我們在一般來講 給你一次機會 如果出現第二次 裁判有可能就直接判決了 因為在樓道上 肢體接觸比較多 那血液這東西 是比較 敏感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為了保護選手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時候 即使是 暫停的狀況下 選手必須面對前方 不能做出 東走西走 或是 面對其他方向 或是把 倒帶 一些 不尊重 場地的一個問題 選手必須要非常 積極的 應對對方的位置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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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ером的会部分 Y Judoping Chin Yoon-Di Daoi Please 來 選手回到場上 有沒有 有了 有了 半勝 最後韓國選手還是把這個技法給完成了 韓國選手在這場比賽真的是 力氣的部分是比較積極 非常漂亮 手這個角度 你不過去手就斷掉了 白方選手也是覺得說 你玩這招啊 韓國人 但這就是技術 沒有問題 非常漂亮 動作連續性完整 一個rolling 這就是技術的展現 由白方韓國選手出展 藍方意大利選手 藍方意大利選手 M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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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73 CAT1 M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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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站起來 MAT1 MAT1 MAT4 MAT4 MAT2 意大利選手會發現 普遍來講 非亞裔的選手 蠻喜歡在地板動作去跟你搞 但立即上的時候 看得出來 韓國的這幾波是比較有效的 沒有有效的帶動出來 手控制得不好 韓國選手試圖做一些請記 地板動作 現在這個動作是想要做關節技 試圖向對方的手 掙脫出來 做出一個 凹折的一個動作 南方選手知道你想幹嘛 守得很緊 身體沒進去啊 雖然有帶動 但是沒有帶動 整體沒有進到對的位置啊 空的喔 進入情境 也許沒有機會 南方選手知道他想插腳進來 直接很躺在那邊 第二場地由南方韓國選手獲勝 中華臺北 林朱雲出戰 南方香港選手 第二場地 一直在排隊 定間為於 都不可以 從中國 跟到台北 走到南方 快了 带動 意大利選手其實滿可惜的啊 其實 他是有带動 但是在做動作的時候 那個�試點 不是那麼好啊 韓國選手都知道他想做什麼的時候 都切掉了 所以 意大利選手他做動作的時候 那個位置進不太來 所以無法獲得有效的攻勢 韓國選手也非常的細膩 在搶手上也不太讓義大利選手獲得太好 你看 韓國選手大概知道了 站穩穩的 韓國選手也試圖在地板動作獲得一些攻勢 因為畢竟韓國選手獲得一隻半勝的領先 那可能某種程度 未必有攻勢 也是消耗時間 對自己也是有利的 這也是戰術之一 比賽未必說要獲得一勝才叫勝利 領先半勝也是勝利 這次動作也是一樣 危險 動作不夠進去 對啊 處在尷尬的狀態的時候 畢大利選手剛剛也是嘗試要做反摔 沒有成功 但是因為藍方選手試圖想要做一個勒緊的動作 也帶動在足跡的搭配上是一個可行的一種方式 比賽也剩下15秒鐘左右 白方選手要如何去下去 剩下10秒不到 然後積極跟他玩個壓制 消耗一下時間 就是不讓他起來 累了 累了 剩下2秒鐘 白方選手勢必會做一些防守的動作 避免男朋友做一個衝擊 沒錯 你看 白方就直接彎腰了 藍方衝過去了 那時間到 那我這場比賽最終 韓國選手一直半勝的領先 幾百的義大利選手 第一場地由白方韓國選手獲勝 的勝出 白方韓國選手 白方韓國選手 重播一下剛剛 畫面 吊秀非常漂亮 陰賽 第一場一 將進行男子73公斤 以下兩級 由白方紅布選手出戰 藍方中華台北林佳皇 中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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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比賽 男子組73公斤量級 林佳皇要來出戰蒙古的選手 兩位選手在世界的排名上 都是在400名之內 林佳皇是391 在蒙古選手的部分 這是214名 積分上是蒙古選手比較領先 來方蒙古選手試圖想做一些 關節技能 所以手在這邊 控制 做 來 嘗試做一個老闆哥 蒙古選手鎖手鎖得很近 由白方中華台北領竹雲獲勝 The Winner of Math 2 Why did you leave領竹雲 From China's Taipei 嘗試做了動作 第二場地即將進行男子60公斤 以下量起零 由白方中華台北楊雍衛出戰 藍方哈薩克選手 積極脫掉 打了一個嘗試 扣上去馬上被鎖下來 搶手 蒙古選手非常犀利 蒙古選手抓到他想要的位置 帶動 腳點 看兩方選手勢必啊 要找出一些 空戰有了 這隻有了 漂亮 這比 林佳華 摔出了一個半勝 非常漂亮 現在要進入請計 有沒有機會呢 絕對是有 腳夾到了 三腳步 而且 有了 喔 有 有 現在要出腳 非常漂亮 哇 這一波攻擊 從立即到請計 哇 一連串的 林佳華 第一時間的立即 先獲取半勝之後 我在請計的部分呢 以雙腳去固定 蒙古選手的上半身 讓蒙古選手 在壓制的狀態下 直接是 起拳 沒錯 那個三腳骨啊 有時候齁 夾下去 不能穿開 林佳華 非常漂亮 打下這場比賽的順利 也擊敗了 在世界積分喔 比自己 還要高的 選手 這場邊應該是他的這個粉絲團喔 這幾個也是柔道選手喔 對 今天來幫 中華隊的選手來加油喔 也是請觀眾朋友有空啊 也可以來到我們的 台北紅館一樓 來觀看 今天公開賽的比賽 非常熱血啊 場邊的觀眾都是 歡呼連連 這場比賽是 百方印度選手 對上 南方韓國選手 哇 韓國選手也是 開場 來勢洶洶啊 先送你一個招待下馬位啊 搶手非常計較啊 進入到Quarter Final 所以其實 那種程度 水準 都一定的 搶手 倒了一個Barray 沒有 可惜手沒抓好 台方選手 試圖想要做一些地板的 攻擊 控制住了另一邊的肩膀 想要 去把對方 爆過去 但是南方選手也是擋住了 對方 唉唷 馬下去 馬下去 欸 白方選手 現在單邊喔 如果不馬上攻擊 會不會看 知道喔 哇 沒問題啦 韓國選手 哇 這個 非常的乾淨俐落 真的 小辣椒 而且 擊敗的 印度選手是世界排名 大概在100出的這樣子的名次 所以我們真的是 世界排名不一定是 一個比賽場上的依據喔 重點還是要看選手在場上表現 上一場林佳皇的表現也是相當精采 擊敗的排名比自己還要前面的選手 沒有錯 真正不簡單啦 下去接壓制 不給你太多喘息空間 上半身的控制完全是鎖定了 沒錯 接下來還是 女子六三公斤級的比賽 白方哈薩克選手對上 藍方越南選手 兩位的世界排名都是200多 蠻接近的 幫他帶動 尋找機會 上半身都鎖住 白閃 吊秀 拍下去 可惜 但是 馬上 站起來 過來幾根 這裡 壓制有了 有沒有呢 哇 最後是被掙脫 非常漂亮 很漂亮 第二場地 雙方 指導一個 由白方 韓國選手 出戰 藍方 澳洲選手 雙方啊 都在計較著搶手 害怕 對方搶到好位置 非常謹慎 但是過度的一些 推搓 所以造成了 雙方各一直指導 實力可能非常相近 實力可能非常相近 喂喂喂喂 場邊 看有沒有 馬上轉回來 再轉過去 再轉過去 動車下去 趴著 沒有 暫停 唉唷 差半給藍方選手一個 犯規 這道 唉唷 沒有 唉唷 雙方摔到現在還是非常小心啊 在搶手上非常謹慎 喔 這隻有沒有 有喔有喔 這應該是 這個角度看是沒有 唉唷 不知道 裁判方 有沒有從其他角度看到一些相關輔助影片 最後還是沒有判決 非常驚險啊 速度力量控制都有 就是他左地面積是趴著 那已經接近側面了 講手非常計較啊 喔喔喔 唉唷 這個動作 符號 唉唷 欸 這隻有沒有 欸 沒有 想要試圖做壓制啦 但是下半身已經被夾角了 所以 下半身也是喊了暫停 時間剩下8秒鐘 雙方到現在都摔得非常謹慎 搶手也非常計較 那實力上也是蠻 可能比較接近 欸 沒有一個太強勢的一個 改變 或是一個強勢的攻擊 還是烏烏波這樣 其實兩位選手的整個身體的能力都差不多 力道也差不多 所以現在進入到黃金加賽 GOLDEN SCORE就是所謂的 黃金得分嘛 先獲勝 先得分的獲勝 那在另外 就不一樣的是在這個狀況下 越南他有兩隻指導 所以其實哈薩克他有更多戰術的運用 哇哇哇 哇 哇 有沒有 有沒有 哎呀 可惜剛才這樣抓到這個位置之後 沒有做出一個 過於侵略性的攻擊 這個時候哈薩克選手 勢必要有一些 其他戰術啦 可以去運用 畢竟他領先一個範圍 領先一個指導 如果有一些戰術導致於 越南選手獲得第三個指導 他就會得到 對方範圍輸或這場勝利 這是一個戰術可以去運用的地方 但是目前看來 哈薩克選手 攻勢跟前面 在 黃金得分之前的時候 的感覺是 其實節奏是比較像的啦 沒有一個太大的改變 還是不斷的在試探 沒錯 哎呀 絕 沒辦法 對方也是 角度完全卡式的 就是切在那邊啦 現在也是時間來到了 連場加賽的將近兩分鐘 四加二六分鐘 也是考驗著選手們的體力跟意志力 到最後一刻誰不放棄 都有那個機會贏 哇塞 非常可惜啊 都是做這種的動作 趴下去 再站起來 趴下去再站起來 再可惜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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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能暫停 重新來過 也是一選手 請趕快站起來 不要浪費時間 韓國選手 出身 啊 The winner of Matt Tu Why Juler came from Korea 第二場女儀將進行女子舞攝陌生 加賽已經來到三分鐘了 澳洲選手處在南方向上 加上前面的這個四分鐘 已經七分鐘了 考驗著雙方的體力與意志力 看誰能不放棄堅持到最後一刻 雙方強手還是非常謹慎 這個動作其實身體都沒有進去 你看他屁股 沒有有效的去 帶動到對方的身體 或是 用身體去影響到對方的身體太多 都只有上半身鎖部的一個攻擊 然後趴下去 但是你身體是對空的 所以導致於對方就是趴著 也沒有太多的 有效的一個侵略性的攻擊 好 裁判給了南方越南選手 第三個犯規 對 那這樣誰 阿薩克選手拿下來了 越南選手是犯規書 第一場地即將進行 屢子48公斤以下量級 由白方澳洲選手 屬佔藍方韓國選手 這場比賽女子組 48公斤量級 澳洲對上韓國的選手 兩萬選手在整個 呃 選手的 積分排名都是比較前面 尤其是這個澳洲選手 來到了世界排名第45名 這個動作 嘗試要去做一個過鍵 但是被韓國選手給擋了下來 身體的控制沒有到完全的鎖定 導致這一摔 對澳洲選手身體上有一些空隙 但是裁判這裡也給澳洲選手 一個指導 礙手 詞・曲・編曲 編曲 李宗盛 放鬆 互相的試探 搶位之後這邊澳洲選手率先展現攻勢 但是沒有得到效果 對 喔這裡有機會喔 這些壓制了 我們恭喜韓國選手 這樣比賽拿下勝利 第一場敵即將進行男子六十公斤以下量級 由白方紅布選手出戰欄方新加坡選手 第二場地 即將進行男子六十公斤以下量級 由白方日本選手出戰南方哈薩克 這位馬拉亞選手 蒙古的選手 世界排名是第三十九名 就是今年的比賽六十公斤組 楊詠偉的頭號勁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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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接的場是沒有結果 目前白方蒙古選手有一直半勝的領先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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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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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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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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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